各位好 欢迎继续 你所不知道的西语言 物件导向程式片 那在这一次的讲座 想跟大家谈谈就是 在很多人会有一个误解 认为说一定要是 物件导向程式语言 才能够开发物件导向程式 像是这样的一个认知 再来是说 事实上以物件导向的开发来讲 它其实着重的是整个是一个 一种观念 一种态度 所以我想要跟大家谈谈 就是说 我们找一些案例 在真实实验中已经存在的案例 而且都是 可能是经过非常多年验证 我们从这些专案去看里面的思维 就是说我们怎么把这个 考虑到它的维护 考虑到这些各个原件 界面还有实作 这些关联 那在看西语言之前 我们来看一个范例 这个范例 这个专案很有意思 它叫做Batch OO Framework 顾名思义你猜得出来 它是跟什么 物件导向有关 而且它本身创造一个框架 这框架运用的对象是什么 是Gnu Bash 熟悉Linus的朋友都知道 这Bash是什么 它是一个Share 就像你在听过的 像这个TC Share 或者是其他的Share 基本上它是一个 这个Share基本上就是 办理说作业系统 作业之上的一个应用 那这个应用可以让你去 比方说处理一些命令 让你做一些特定的操作 那对应到实际上就像这样的画面 你可以在里面做一些操作 比方说打HTable 可以看到CPU的使用率 那像这个东西 这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Share 这个东西非常的常见 然后像是工作的控制之类的 但是语法本身呢 Bash只提供很基本的语法 但是有意思的地方 这个框架做的非常多事情 我们再来看一下底下这个例子 这个例子呢就是 你光看这个画面之后的描述 你大概猜得出来 你猜得出来什么 这边有个物件 这个物件叫做一个人 然后它可能有些属性 有名字啦 有高度啦 还有说就是它的一些动作 比方说这边是一个 比方说它吃什么东西啦 然后呢 你可以看到说 诶这边看得出 大概猜得出来 诶这边有什么 这边有一个人 一个示范 而且你可以看到 它的确是做了某些操作 然后你看这是人 对你的动作 吃东西 所以它要吃一个食物 然后再来是呢 人呢会有生命周期 所以说人呢活着来干嘛 活着就是 这个生命要运作嘛 要吃东西 然后要对你的行为 然后你再继续往下看 诶你会发现很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 诶的确呢 这等一下讲话呢 我可以去初始化这个物件 好 诶这乍看呢 你大概看得出好像是 什么一回事呢 好像就是所谓的物件导向 诶可是更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 这个东西是什么 我刚才提到它是针对这个bash 所以它一开始只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 一个重要的系统程式 然后呢透过这样的框架 好我们来看一下 像这样的砖呢 其实你在Github上的搜寻 你可以找到蛮多的 而且更有意思的地方是 你如果去看它里面发展 可以学到很有趣的一些技巧在里面 所以你看这个砖 以这个 这个砖叫什么呢 叫做 叫做 Bash of Homework 这个砖呢 它事实上做了非常多事情 就是说 你的例外处理啦 还有说像 try cache 对那个C++ 或是Java收集的朋友都知道 然后再来是 它里面也弄一个叫input 所以你可以像 像是一个什么 像是你去 把某一个 某一些程式把它引入 那它跟input input跟include不太一样 input是原封不通的搬进来 那input就是 比方说它的 帮它介面 它实作 带进来 甚至还帮它说它有个unit test 然后你看底下这个例子 可是很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乍看好像没有感觉出它是一个share 我都看 你看底下这个例子 这个好像看起来 跟你平常看到的share很不一样 然后呢 但是又可以做像这个 try cache这个动作 好 那所以我们从这个例子 知道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就是说 其实语法本身呢 其实只是一个辅助 那像我刚才在这个例子来讲 你虽然不是很了解 这个batch openwork的行为 毕竟你第一次看 然后呢 你甚至可能对batch的程式设计 也没有什么概念 毕竟你今天关注的这个主题叫西元 但是你发现好玩的地方是 你从这样的一个界面 从这个行为 从这个描述 大概拆了出来 推测了出来 这个程式做了什么事 像这边来讲的话 显然怎样 要尝试去描述 注意到我们这个数语叫描述 描述什么 人 这个动作 那同时呢 去描述人的行为 描述人的行为本身呢 跟他的 对应的像食物 就有一个观点 所以你会想 对人来讲 人是杂食性的动物 那杂食性的动物 那哪些东西是被认定为食物啦 所以比方说 像我们都知道 就是说像这种 牛羊猪 这可能是 当然也有可能是 吃素的朋友 就是吃 也不是 当然吃素的朋友 不是每一种草都可以吃 就是 是让人能吃的 在整个 动植物只是其中一小 一小环节 还要考虑到 人的 吸收状况 然后考虑到 人的信仰 还有这个 偏好 但是呢 有意思的地方是呢 透过这种 这种的调整 所以你可以更专注在 比方说 人 这个 人怎么去描述 然后再次 人这个物件呢 是怎么跟其他的物件 建立一个观点 这个我们称为这样 就是 所以其实我们要探讨 就是像这样的一个议题 然后接着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那这个例子注意到 这个例子呢 它是一个货真价实的西语言程式 那其实它的程式码非常短 看一下这个程式码 程式码就是 基本上除了注解以外 没什么特别的 好 等一下 好 那你可以看到说 我忽略这个 前面的宣告 然后 你看到这个画面来讲 这边就一个 structure 所以它取个名字 比较有意思 叫做object 当然不是叫做object 就会变物件导向 就两码的事 然后 你看我们就宣告一个 现在有个structure 它叫做object 好 然后呢 我后面的操作呢 都是用这个object 好 然后 这边有reference 跟什么 跟unreference 好 不过这只是名字 好 那有趣的地方在这里 稍微记一下这个东西 好 这东西呢 就是 我一开始有个structure 叫做object 那object呢 实际上呢 在这里 注意大家在这边 这边来讲的话呢 它有个 有个实例 我们称为叫instance 这个instance 叫做face 然后呢 我被包装成一个什么呢 就是把它包覆在另外一个结构体 那这个结构体是一个什么 描述的车辆 好 然后 再来有意思的地方在哪里呢 就是 你看哦 又一样的技巧 这个一个车 一个 一个 这个 正式出来 因为它是一个 交通 一个运输体 那我有个车子 它是另外一种更明确的那种车体 更明确的运输体 然后呢 那有可能是卡车 这个卡一般来讲是比较小的 它创作是比较 比较大的 好 然后 有意思的地方在哪里呢 你可以看到说 这个看到目前为止 都还是西域的城市 对吧 那它里面呢 里面出现这个object 当然不是出现object 就是叫物件导向 但是我们要去思考一个议题 什么的 有很多工具呢 可以协助你 这个叫dustgen dustgen 它是一个工具 它的工具呢 可以去扫 给定了程式码内容 它会去分析程式码 分析注解 然后自动产生文件 比方说呢 它这个产生的文件呢 就有一点趣味 就是用dustgen 产生出来 你会得到这样的一个网页 当然你可以把它输出成pdf 或者其他的格式 然后呢 你点这一页 这页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它的列表 就会有点趣味了 它叫什么 叫做 叫做class list 大概猜得出来是什么 这个是物件的列表 所以比方说 像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刚才在描述什么呢 我们刚才在描述车子吧 对吧 描述车子呢 像这个 像这个car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car呢 诶 这有点意思 对不对 就是有一个最上层的东西 叫物件 然后呢 它有一个 一个运输体 然后再来是真正的 真正就是更明确的一个对象 那你可以看到说 这样的东西呢 其实它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 计程观点 注意到这张 这个 这个说明 对不对 它叫做inheritance diagram 这它是说明了这个什么 物件跟物件观点 然后这是你可以看到说 它这个 整个东西 它是不管是car也好 穿也好 不管是小车 大车也好 它事实上有个样 有同样的祖先 这个东西叫做object 然后 所以你会发现一个 很有趣的状况是什么呢 我们明明呢 西语言是一个通用的程式语言 然后它的最初用途呢 是开发这个系统的程式 但是呢 只要你有些辅助 像这个dashgen 这样的一个工具 那你可以很容易的去 阐述 这些之间的观点 那你会当然好奇啊 就是这样的东西 跟一般西城市有什么 有什么差别 注意到 我们刚才讲的东西 刚才这个程式 这个没有很多行的程式 其实读解都比内文多的程式 它是货真下指的西城市 但是呢 我们尝试去把 我们所要描述的物件 去把它什么 去把它的属性啊 它的动作 把意义的拆解 那它的本质上 它就是西城市 那 但是我希望大家去思考 思考议题呢 它跟平常我们解西城市 有一点差异在哪里呢 它其实是把什么 把你的属性 就是一些描述 比方说车子的一些描述 比方说车子的一些描述 跟车子的动作 把它建立一个挂钩 那平常你在写程式的时候呢 你会想一下你以前写程式 那你可能会 会宣告一个什么 会宣告一个 struck 有这个结构体 然后呢 你会有function code 然后那个 这个function code呢 它的这个参数呢 可能是指向某个结构体的指标 对吧 平常写程式是这样写 但是呢 如果呢我们今天 选择一个 比较强的一个联动方式 像画面中这样 就是我们把这个拉环 你会想到这个拉环是一个什么 这个动作 然后这个拉孔呢 是一个什么 这个资料 我把 动作 资料 建立一个观点 那你只要有四度的力量 你就可以怎样 就把这个一开罐 我把它打开了 所以 其实它的概念 很单纯 就是讲说 资料跟动作 我把这个东西把它包包装起来 本来就是一个物件 然后在更细讲的时候呢 讲这边 当然你会有一些疑惑 到底物件导向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再去看另外一个例子 可能你听过一个程式语言 他很有趣 他叫Brain F 这个我不能念全名出来 然后这个Brain F 这个很有趣 Brain F基本上 它只有 注意到 这上面都是注解 因为在这个Brain F来讲的话 只有几种指令是有效的 像是往左的 往右的 然后这个 这个方括号 然后方案 加号 跟减号 还有斗点 斗点 跟据点 除了这以外 其他东西都是 对这个Brain F来讲 都是没有意义的 也就是说 都是注解 它忽略 然后这边很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 这边呢 明明就是一个 明明就是一个 明明就是一个Brain F的程式 注意到明明就是一个Brain F的程式 可是好玩的地方是说 你从这个注解拆了出来 它事实上什么 有物件的定义 甚至呢 还有源头的物件 就像我刚才展示给大家看的 名字叫做 Object的那个 物件 然后更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 事实上 你还可以去描述 一个物件的属性 数物件的动作 所以可以建立一个新的物件 我甚至可以干嘛呢 我甚至可以把 物件跟物件之间的关于把它找起来 所以你发现一个很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 其实它就是一个什么 它就是一个思维 甚至我在这边来讲话就是 这个物件导向是一种态度 怕有人不知道这张图的意义在哪里 这张图的意义是 这不是在学科匹的 不是学科匹抓头 不是 这是 翟本桥先生 有一本书 它叫 创新是一种态度 那我就借用它的封面把 拿过来用 好 那 所以我们在讲的东西是什么呢 就是说 这样的一个思维 其实我们不是要学习的 我想就像大家写文章一样 绝大多数人写文章 不是 只是 不是只是说 我看到什么啦 你看到什么啦 他怎么想 其实不是 就是 真正在你写作文的时候 不会这样想 你想 你事实上在写作文的时候 回想一下你参加过的 不管是为了考试写作文 或者说 为了抒发感情上去 写这些文章 其实你不会直接这样写 你往往会有个什么 会比方说像在写作 你会有起程转合啦 开门接参法啦 你会有一些夸事法修 或是有一些隐喻 不管是隐喻也好啦 暗喻也好啦 反正就是说像这种 这种技巧 再来是 你还会有到 用这个 叫什么成语 你会用一些成语 格言 或者说引用某些人的话 所以事实上呢 你在写作来讲的话 其实是 已经是什么 好多种资料的 在思维上复合体 那其实我们写程式也是一样 就是说 事实上呢 与其说语法 更不如说你是要拿 程式语做什么事 那这边有一篇很有趣的文章 这是一个科技文章的作家 他叫梁哥哥 中文叫林信良 他写一篇很不错的文章 我们来快速看一下 就是像我刚才提到 就是我们不应该被语法所绑架住了 就像很多人认为说学国际话就是学英文 其实不是 英文只是一个工具 事实上呢 全世界很多人母语都不是英语 但是英语上 当然英语上还有一些 读到的地方 比方说你学过德文法文 就发现英语简单太多了 它没有阴性的阳性 所以有时候你会问说 到底石头是阴性还是阳性 小孩子到底是阴性还是阳性 这个问题太复杂 但英语来讲 完全不用理会这件事 那当然英语有它读到的地方 之所以强势 不只是因为说 当年大英帝国 作为一个日不落国 然后一个非常强的国家 然后语言就变成世界接受 这是其中一个原因 但是更重要的地方是 它有很多因素 让英语变成一个国际语言 但是不代表说你在迈向国际话 只能学习英文 其实不是这样 还是要问你的本质 所以事实上呢 像我想很多人母语不是英语的 应该说我们现在听众母语都不是英语 但是不代表说你在写作上会吃亏 比方说你可以透过期刊去发表 期刊去发表你的研究 或者说发表你的技术报告 你的母语不是英语 但是你还是可以写作 甚至你可以用中文去发表 但就是这几年 你可以用中文发表 中文发表来讲的话 人家看的是本质的 就是说看你到底技术上有什么突破 或者说指出 比如说核能发电 火力发电 还有我们的环境污染 诸如此类议题 这个是更重要的 因为我们有太多方式 可以把你的报告 你的文章 转化成其他人可以理解的方式 这太多了 不然说我们常看到 Google 圈式内容 或者其他的技术 都可以做到这件事 但是问题是 你还是要回归到本质 那我们再继续看这个议题 就是说 事实上我们要探讨的东西 这是什么呢 物件导向 那我们再去看 这个物件呢 其实就是一个什么 物件其实就是让你的思维 可以更抽象 比方说像我们刚才提到那个例子 像车子 车子这个例子 你可以想 其实车子千百种 对吧 车子有扁的 有长的 有四轮的 有三轮的 然后甚至还有非常多轮的 那它又可以拼装 那像这样的话 其实如果说你每一种车子都要去描述 其实蛮困难的 但是你可以去思考一下 其实很多车的本事它有共通点 想说它一定有一些什么 特定的动力 不管是人的角去当个动力来源 或是烧燃油 就是用燃烧石化燃料 那当然也可能用电的 然后甚至是人 甚至是透过一些物理的 或是结构上的行为 不然比方说你可能知道 像那个 当年那个山鬼演义提到 那个木牛牛马 对不对 就是它是一个机械装饰 可能就从上面 然后这个当一个运输车 就这样子滑下来 那总之呢 这些东西都是一个什么 那就是一个 让我们可以思维的议题 那这边两个个举一个例子 就是说 这个负数呢 是时数跟虚数组合起来 所以也就是说我在处理负数运算的时候 我做负数的加法 乘法 或者是其他的运算 基本上都是要同时对 时数跟虚数处理 然后呢 我们能不能把 时数跟虚数的这样的组合 注意到我讲的是 就是词叫做组合 我们针对这个组合 给一个比较高的思维 叫做负数 所以你就可以单纯去处理负数 所以你看 我一处理就处理两个 好 然后呢 你有没有可能一口去处理三个东西呢 比方说像画面就是这样 就是有这个SY 这样的东西去呈现 事实上就可以处理 那像细元的话就是 Struck 对不对 一个结构体 但是呢 如果我们再把它提升 我们把处理资料 跟 就是表达资料 跟操作资料 这两个东西 原本是两件事 我把它摆在一起 然后呢 我做一件事叫封装 把这个东西建立关联 然后呢 是不是 这样的话呢 只要呢 你的程式员能够让你做到这件事 让你把这个 描述资料 跟它对应的动作 建立一个关联的话 所以事实上呢 你就可以去实现物件导向 那在两个这边文章呢 他就继续提了 就是说 要怎么去描述一个物件 这样这边 一个class 描述它 描述那个类别 好 然后 注意到一件事 就是说 事实上呢 就是 其实它是一个 眼跨的方向 不只是语法上 更重要的地方是什么 更重要的地方是 我能不能考虑到 维护的成本 考虑到 多种不同的界面 这我们等一下还会再继续探讨 然后 所以我们会有很多方法 比方说封装 让我们可以更好思维 像刚才前面讲的复数 你同时要处理 时速步 跟虚速步 那我们是可以一起处理 或者像车子 我就描述的时候 它是个动力 但是 光是讲一个 会移动的装置 但是它不见得是车子 对吧 会移动东西可多 飞机可以移动 或者是船 就算没有 能力介入一下 船可能在 就是 就是在水平上 可能会开始可以移动 但是如果 我们去描述 比较好的描述 比方说 这个东西是什么 在陆地上 然后 这是它有哪些属性 然后比方说它有四个轮 那动力是怎样 然后它的行为有哪些 比方说它 方向怎么转 出谁 这个 我们去描述 让我们可以用更好的方式去思考 这样一个封装 那当然像刚才 我们有提到的就是像继承 那甚至后面还帮来说这样多行 那注意到 这个只是一个什么 手法 最主要是引导我们的思考 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然后所以不应该被限制在什么 限制在语言 语言的语法上 我们再更在意 我们的行为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说在西元里面 我们怎么去实作所谓的封装 那在讲封装之前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Wikipedia上面 怎么去描述什么叫封装 好 然后这个封装呢 这个是什么 这是在物件导向一个非常基本的事情 但是注意到 他跟物件导向的程式语言 这可以透过导向 事实上有很多手段 都可以让你在不用特别程式语言的支援下 去做到这件事 那西元刚好做一个折衷 就是说西元呢 实际上他没有为了物件导向特别去调整 他的语言设计 但是呢 西元又可以透过像结构啦 或是一些稍后会提到像 像是一个钳制处理器 甚至透过一些语法上的支持 你可以做到什么 可以做到更好的一个封装 更好的一个描述 包括说像继承这样的新闻 你是可以做得到的 然后注意到这个思维 这个思维在哪 来看一下这一段 好 所以就是说呢 我们实际上呢 会去限制 就是说限制一个物件的存取 对应到西元的话呢 我们会想要怎样呢 比方说呢 我们把车子封包起来 那我们应该就怎样 透过特定的方法 特定的动作 才能够让车子去运行 然后再次呢 如果我们是一个中控系统 就是想要说 我今天车子是一个自驾车 那我在中控系统可以看到这些 自驾车本身作为一个物件 然后可以知道它的一些状态 但是呢 我在监控这个状态下 我又不用担心说 我监控的时候 会破坏到里面的资料 就是 让这个物件跟物件之间 它是有讯息的传递 但是又不会去直接去触碰到 破坏到另外一个物件 所以像这样的话 其实我们在意的地方是什么呢 是我们真的如何操作 资料的手段方法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封装呢 其实在讲那么多 其实在为了做这件事 那这里我想要特别提醒大家 就是说我们在台湾的教育很容易呢 就是陷入在 陷入在所谓的这个什么 实作跟理论的思维 在很多人认知的理论就是说 反正无聊的东西就叫什么 就叫理论 然后呢 看的东西 看的到东西就叫做实作 像黑手啦 或者什么班游工 这叫做实作 注意到这样的一个分法是很 很偏颇的 而且这个是其实在思维上也是很不公平的 我们讲个简单的例子嘛 我们去看Linus核心的开发者 就是创始者呢 是Linus Watson 那当然实作是非常强的 那我们会质疑他对理论上的认知是有限的吗 不会啊 就是能够开发Linus kernel 而且持续开发 怎么可能会一个人 怎么可能会不懂理论 不可能 那反过来说 有没有可能完全只懂理论 对实作是不是完全没有概念 这也是不可能的 即便是爱因斯坦 你可以看到他是一个理论物理学家 但是他还是有办法去验证他的理论 比方说 你可以看到说当时就是看到这个日识 你可以去查一下这个 在他的相对认提出来 9年后刚好有一个天文现象可以让他观测 所以这时候可以来解释他的什么 他的相对认是否有效 是否能够说明这些天体之间的变化 那你看这些人来讲的话 这本质上这件事 透过天体的观察天体 那本质上需要实作 他要知道去哪里测量 他要知道跟谁合作 所以你可以光看到说 即便是爱因斯坦这个理论物理学家 他其实也知道实作 所以注意到这个东西是一体两面 然后再次我们在台湾的教育很容易就是会忽略一些思维 就是其实常常你会学到很多解题的技巧 但是比方说怎么去速解 比方说1加2加3加4一直加到100 这等于多少呢 你会说上敌加下敌乘以高除以2 然后就背 甚至有人更厉害 这个东西背多 1加2加3加到100 就等于多少 就等于5050 问你为什么 因为他去他算过了 或者他背过了 但是我们今天讲着动的东西是思维 这其实是说在我们台湾的教育 是很少见的 即便是到了残业工作以后 包括我自己也是会花很多时间去学习 用本身 而不会去很少去检讨我的思维 然后注意到我们 我们看了这段程式 它乍看好像有点繁琐 注意到乍看有点繁琐 但是我们之所以这么繁琐 是为了什么呢 是为了让你的思维 可以更聚焦在抽象 聚焦在怎么描述物件 以及物件跟物件的观点 好 来看看这段程式码 这段程式码来讲的话 就是 你看来讲 这边注意到 这边叫object 再讲一次 不是叫做object 就叫object 然后你看这个有小写object 跟大写object 这不要搞错了 这个结构体的名称叫什么 叫做object 然后呢 这个结构体所创造出来的物件 叫做大写object 不是 就是讲出来 就是说这是结构体的名称 然后呢 这是什么 这是有type define 所以我把这样的东西呢 注意到这样的一个结构体 object 用一个东西去替代一下 什么叫做object 好 那既然呢 这个大写的object呢 它的其他意思就是等于什么 等于shock object 然后呢 我呢 再把这个东西放进来 好 所以注意到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这是指向object 这一个结构的指标 好 然后呢 这时候更好玩的事情发生了 这个是type define另外一个小技巧 就是说 我今天有个东西叫 F1C底线T 好 注意到 在西元来讲的话 底线T的意思呢 一般来说就是什么 就是 经过type define过的形态 因为在西元来讲 会有一些基础形态 像是int 这是基础形态 或者是说像什么double lawn 这都是基础形态 但是呢 在这个西元来讲 写程式的惯例 就是说 我那个加个底线T 表示什么 它是一个形态 那这个形态是什么来的 这是透过type define来的 那这边来讲话 注意到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这个东西呢 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 function pointer 那这个function pointer 它所指向的这个 function 接受一个参数 这个参数是什么 是指向struck object 就是这个object 这一个结构体的指标 所以这个我们建立一个形态 那这个形态就是一个function pointer 然后呢 它返回形态是什么 是一个integer 然后注意到呢 今天讲到目前为止呢 你发现好像哪里怪怪的 对 我们今天去宣告了 但是我呢 我不提供对应的实作 所以你不知道这个结构体里面呢 到底有多少个成员 其实没有搞懂 那同理呢 这个这边我宣告一个function 可是呢 我宣告这个function呢 你也看不到实际上它怎么实作的 所以注意到 这个一个小技巧呢 这个 这我们叫什么 前置的宣告 我们就是在 在一开头我们就去宣告 好 那你看到底下呢 才是什么 底下才是这个object的这个本 这个structure object这个什么 这一个结构体的内容 所以你可以看到里面有什么 有两个整数 一个叫A 一个叫B 然后呢 有两个function pointer 一个叫ADD 一个叫SUB 所以注意到 这里面事实上有 有AB 还有ADDSUB 这几个成员 那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好玩的地方是说 第五行的宣告 跟第八行的定义 注意到我们要搞清楚两个词 一个叫declaration 这个 就是说这个是什么 这是宣告 宣告呢 不用有具体怎么做 然后呢 这个东西呢 这样子写叫什么呢 这样子写叫做 definition definition definition是要有细节的 所以要搞清楚啊 有两个字都是D开头 一个叫declaration 就是宣告 宣告呢 只要有个什么 一个形态 宣告是有个样子就可以了 然后呢 但是呢你的definition 本身呢是要什么 是要有内容的 然后好玩的地方是说呢 第六行以前的程式码 包含第六行呢 可能是独立在某个header file里面 那从第八行 包含第八行以后的东西呢 可能是在另外一个点c档里面 好 那么再去看 然后呢我们刚才有提到呢 这个 这个 FUNC底线T呢 是一个什么 经过type 得到的一个什么 得到一个物件 那 这个物件呢 就是 这个物件很有意思 它的实际的那个 实际的实例是什么 是add 跟sub 好 我们来看一下 add呢在后面哪里出现呢 好玩的地方在哪里 在这里出现 好 那同理呢 sub在哪里出现呢 sub呢在这个时间里出现 好 然后你看哦 我不管在 操作add跟操作sub的时候呢 事实上呢 它就会 它这个指派的内容是什么呢 是addimpl 然后subimpl 大概从名字大概猜得出来 就注意到 在细元的程式设计来讲 我都会有些 就常用很短的字 那大概不过 你看这名字大概猜得出来吧 这是什么 是add的实作 add的什么 implementation 好 那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注意到这个东西 我输入的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指向物件的一个指标 那通理呢 底下这个sub也是一样 所以我们就只讲加法的部分 好 注意看这件事 我今天传入的是一个什么 传入的是一个指标 然后呢 我接着呢 我接着呢 把这个什么 把这里面的词取出来 比方说A 那通理另外一个东西B 我跟A跟B呢 各自取出来呢 干嘛 做加法 然后再回传 然后呢本身呢 这个function本身呢 会有一个什么 会有一个地址 那所以这个地址呢 注意到啊 这是一个地址 它就是一个数值 那我把这个地址呢 就把它带入到哪里 到add里面去 好 所以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在执行时期 直到执行到这一行的时候呢 事实上 这时候add也好 sub也好 它这两个东西都是什么 function pointer 而且在这个时间点 注意到啊 在执行到25行的这个时间点 add跟sub这两个function pointer 都有什么 都有一个合法的数值 而且这个合法的数值 它指向东西是什么 就是 指向的各自的那个实作 好 然后注意到呢 我们这边特别给它一个术语 叫做method 就是它操作什么 操作物件的方法 所以注意到呢 我们今天 不要搞错两件事 我们今天选用这个西语言 是做一个什么 一个通用的程式语言 它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程式语言 然后但是我们最终想做的东西是什么呢 我们最终想做的东西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什么 提到的这个封装 所以注意到哈 就是简单说呢 西语言在这里 那我们要做的事可多了 我们有很多快乐的事想做 然后很多事情是我自己快乐 但是我不想要给这个网屋看到 所以我在这边做我们想做的事情 那在对网屋可能来讲 它从头到尾只要知道一个界面 在这边一个界面可以 那我们在这边可以做好多事 那你可以放入有用的东西 那整件事很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呢 你说这样的就是封装吗 注意到哈 不要太快下定论 我们先赏息一下这个过程 然后呢 你在看到这边的时候呢 你看到这边有另外一个function inite object 大概从名字拆得出来 拆得出来 拆得出来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 就是大家来初始化的一个物件 然后你看到它的这个使用方式 就是说我在一开始呢 比方说我给了一个空间 炫告一个方圈混的叫做O 然后我把O所在的地址 把它带进去 然后呢 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我在这里去配置记忆体 配置记忆体 然后呢我去干嘛呢 去做初始化 好所以比方说 一开始有A跟B这两个值 然后就把它各自都升成0 好 然后它会有对应的什么 加法操作 对应的减法操作 好 然后这时候呢 我再继续思考 这件事本身 跟我们刚才讲的东西很像 比方说像这个数学上什么 复数 我要处理 复数的加法 我要同时对 时数部 跟虚数部做加法 好 所以时数加时数 虚数加虚数 那你看到这件事呢 那不就是跟这件事很像 对不对 所以假设呢我今天 我这个物件是什么 物件就是 假设我们这个物件 就是所谓的 复数操作 然后我就会有时数部 好 那会有虚数部 好 然后再来什么 再来是我对应的行为 好 加法也好啦 减法也好啦 乘法也好啦 好或者说 对应到这个 像我们在中学数学学过这样的 利美福 好 迪卡尔座标系这些 好 然后呢我就 我就透过这个方式 去把这个东西包装起来 好 所以抽到我只要知道说 这有一个复数 好 然后呢 我知道能够去指定他的什么 实数部 虚数部 好 然后呢我要 然后呢我开始设定好之后呢 我干嘛 可以做假法啦 减法啦 我就可以做这些这些什么 直接操作 所以就是你会发现什么 这让我们的思维 好 可以更 更上一层次 好就是 我不用提醒到来 一直在想说我这个 呃 只做 只做 只做完了实数的加法 那虚数 虚数的加法怎么办呢 好 或者说我一开始在 配置这个物件的时候 我可能 会忘记说 我有实数部 有虚数部 好 然后或者说我会担心说 哎 我用的是哪一种加法 对 到底是纯粹只做整数的加法呢 五点数的加法呢 或是有考虑到负数的这个 加法 我来讲的复数是 complex number 那个复数 然后呢 那你可以看到这边 更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 这边来讲包含 物件的什么 物件的配置 其实也在这 涵盖这里面啊 所以比方说 你可以做一个练习 练习什么呢 练习去释放物件 因为这边有呼叫一个 Made Lock 但是你乍看 这个程式码有点缺陷 他呼叫了Made Lock 但是没有做Free 所以事后你可以做一个练习 把这个 销毁物件的操作 就是把它加进来 然后呢 接着我们来去看到这段程式 有一个小细节 就是你可能会注意到 小细节啊 就是这个两个信号 注意到再讲一次啊 这个东西不是叫双指标 这个东西叫什么 指标的指标 就是Pointer to Pointer 然后呢 要考虑到就是为什么要用指标的指标呢 好 来注意到啊 记住这张图啊 我想很多男性朋友都很熟悉的啊 你看到指标的时候 你要开始思考 就这样 像画面中一样 男性朋友看到这画面 瞬间就醒来了 好 那你看到这张画面的时候 你要去思考 思考什么 思考这个指标的指标 好 到底在做什么事情 好 为什么会需要指标的指标呢 来看一下啊 你看到 我一开始呢 这个O是什么 O呢 它是指向物件的指标 对啊 所以它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 所谓的Pointer type 一个指标形态 好 那接着呢 我们在传 在传递的时候呢 其实是这样 是传递指向 指向 指向O的指标 好 好 然后呢 我们去思考一件事啊 如果一开始呢 我们只有一个指标 也就是说 假设是 信号后面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self 好 所以呢 我们去想啊 那如果说我今天传递的东西 是一个什么 传递的是一个 就是我在用的时候呢 是 这边是一个什么 这边就不是 信号O了 是一个信号的话 好 那我们去思考 这样会发生什么事 好 因为在西元来讲的话 所有的参数传递 都是传递数值 好 所以在西元来讲 没有什么 call by 率粉丝 call by point 没有这回事啊 从头到传递东西 都叫什么 都叫数值 好 那所以你看哦 我今天传递的是一个数值 所以这个数值是什么 是一个 副本 你传递的数值是副本 那副本指向什么 指向物件 的地址 所以我把这个东西带进去了 好 那带进去之后呢 你会发现一个大的问题在哪里呢 大的问题在于说 我一开始呢 这只能起来在这个时间点 这个物件起来会有个位置 对 但是你在做这件事的时候呢 你需要怎样 你需要对这个物件去配置 记忆体空间 对吧 那如果说呢 我今天传递的东西是 只有一个 只有一个pointer的话 好 那你去修改的对象 其实是什么 是一个副本 所以就是说 假设今天没有一个信号 是一个直接这个 一个self的话呢 会发现什么悲剧的事情呢 就是malloc 如果他成功的话 会回传一个地址 那这个地址呢 会被指派到这个self 到目前为止都是对的 可是完了 麻烦的地方是什么 当你离开这个function的时候 原本这个self 这个有效的区间呢 有效的这个周期呢 其实就就到这里 所以注意点 我们今天这个self 是作为一个什么 一个数值传递到 所以一旦return的时候呢 这个数值其实还是这样 它就不再有效了 也就换个 以西元的术语叫什么 就是它的lifetime 已经过期了 好 那可是尴尬的地方是什么 尴尬的地方是什么 我们希望呢 这个原本的地址 不管在哪里 原本地址 不管在哪里 我会重新去指派 但是问题是 由于西元永远只能做什么 call by value 所以便说呢 我新的地址呢 在对使用者来讲 其实他不知道 新的地址是哪 所以这时候呢 我们可以用一个技巧 这个技巧是什么 就是指标的指标 好 所以认证看这个东西 所以我一开始呢 传递东西呢 是什么呢 是我先宣告一个指标形态 它叫o 这个o指向的 指向的物件 但是我一开始呢 地址是空的 或者说其他指也没关系 那总之呢 我呢 我呢把这个指向刚刚的 那个o的那个地址 把它找出来 好 然后呢 我这边注意到呢 我这边在指派的时候是这个 所以我先把这个self 这个是指标的指标 我先把它derivance出来 好 所以我先把这个什么 先把相当于是 把这一块的空间呢 先把它取出来 好 然后配这个 配这个机体出来 好 所以呢 即便这个scope 也就是说这个self的生命周期 结束的时候呢 因为它上一层就这个 这个上 这个上一层在哪里呢 上一层就是这个东西啦 好 其实这样 是已经被改过了 所以表示说 我配置记忆体的这个行为 是有效的 在这个o 是可以知道我这个 确确的记忆体位置 那所以同理呢 这边来讲话呢 这个derivance self 好 那这个时候呢 可以干嘛呢 就是 也是 也是这个o 这一层 所以你可以改得到 所以注意到 这个是一个技巧 好 所以你要透过这个point to point 才能够确保有效 好 同理呢 就是说 你以后看一些程式嘛 好 不然说有两个这个信号的时候呢 你就要认识想这个问题啦 这很可能就是用到这种 间接的机体存取 好 然后呢 这种间接的机体存取 很多时候呢 也是为了什么 为了资料的封装 好 所以注意到 这个是一个很很重要的一个技巧 好 然后呢 那接着呢 我们来看一个 也是在这个 呃 梁格格 就是梁格格 他其实作为一个 科技作家 其实很 很 很了不起 就是他把这个 他用 他写很多短文 你可以在这个ithome 找到很多文章 很多短文呢 就是去介绍这个 他的兴趣很广啦 从Java啦 西语言啦 Arduino啦 反正就是有软体有硬体 反正他的信号很广 他写一个很科普的东西 这对大家是非常有帮助的事情 所以记得按赞 支持一下这个梁格格 好 然后呢 这篇文章提到什么呢 就是西语言的这个命名空间 或者这个所谓的名称空间 好 这个很有趣 就是说 C++ 它是一个 一开始它是在设计来讲 是想要跟西语言达到 达到相容 但是从1999年之后呢 整个世界就不一样 就是我们之前提过很多次了 1999年之后呢 西语言跟西加加 就缤分两路 就各自发展 当然它两者有相互影响的部分 但是本质上它就完全不同的路 所以你看到这个C++ 基本上就包山包海 他加了很多很奇妙的东西 包括说什么Lambda 最近都出来了 那西语言呢 本质上还是什么 还是希望呢 让系统的开发者 或者说使用西语言的程式的人知道 我写了一行程式码 那对一道硬体 对一道实际的行为 大概就做了什么事 所以像帮忙说 namespace这样的东西呢 基本上在C++ 有资源 但是在西语言是没有做的 好 那看一下这个东西在做什么事情 其实它简单说 这个namespace的意义在哪里 namespace就是说 它其实就是给一些方式 去标注啦 比方说现在透过一些标签 或者struck union 是这种就是一个标注 所以像这个 像这样就是说一个结构体呢 它叫做x 所以你看这个x很好玩 这个x很显然 它不是这个 有一个东西叫struck x 但是你看到这边的x 这个x是什么鬼 这边x显然呢 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function type 为什么它显然是一个function type 因为它被转型了 对吧 它在这个时候被转型成一个function type 所以呢 这时候呢 呃 其实它就指向一个 它就是一个地址 那这个地址呢 指向一个合法的物件 然后这时候呢 这个 我们把这个structure里面的一个member 叫做x 取出来 好 然后所以呢 这个东西就是一个什么 左边取出来的东西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成员 那这个成员显然 你知道它是一个什么 它就是记忆体某个 某个区间 然后你从这段程式码可以猜出来 这可能是一个什么 基础形态 可能是一个integer 可能是一个 可能是一个long 当然也可能是另外一个什么呢 另外一个point type 好 那从右边呢 发现一个很酷的事情 你发现这什么东西呢 这东西显然是什么 显然是一个function code 它输入的参数是5 那function name叫什么 叫x 所以你看哦 这事实上呢 你看到整段程式码 它其实有这样 在这边来讲的话 总共有什么 总共有四个x 对不对 一二三四 有四个x 然后更酷的方式 注意到 左边还有一个 这个东西叫什么 label 所以比方说你用c元勾图 那可以勾图到这个label 所以总共加起来有5个x 可是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事实上呢 在这个c元来讲的话呢 合法的c元编译器 是可以辨识的出这个 因为它知道 在右边这个时候呢 是一个function 它知道这个时候呢 是一个什么 一个member 然后叫做x 在这个时候呢 它知道什么 这个是一个指标的形态 然后呢 在这个时候呢 它知道一个是一个point type 所以你看 同样叫做x 我可以知道它是一个label label拿来用用在go to的时候 用在什么 用在function code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同样一个名称 但是其实呢 我不会混淆 因为我这样 我很显然知道说 我们要处理什么 好 好 那 接着呢 我们来看一个 就是说 看另外一个议题 就是说呢 像这个c元来讲的话呢 你可以透过struck 去包装像这个create 这个add bd 知道该是逐游 参 отд 这显然连起来是不同名称 但是叫做createfunction可能很多 但是这样 我可以用一个什么 一个结构体 把create 这个FunctionPointer 注意到它不是Function 是FunctionPointer 把它包覆在结构体的一部分 所以我在用的时候 就可以这样的用 注意到 这个Creator是一个FunctionPointer 所以它指向了一个是什么 一个Function的地址 然后所以这时候 我把那个Function的地址取出来之后 我当然就可以这样 把它当作 就让它作为一个FunctionCoach使用 所以可以这样用 好,那这时候你发现一件事 不管是Creator也好 Add Star也好 这件事好玩的地方是什么 实际上其实它就有一个识别 这个识别是什么 叫做Galaxy 那Galaxy是这个物件的名称 所以这个 所以你发现整件事好玩的地方是什么 所以事实上你就有一个命名的空间 而且更有趣的地方是什么 你就可以做什么事情 你就可以把这些动作 不管是Creator 建立也好 销毁也好 或者做特定的动作 你就把它连带把它包装起来 所以你发现什么事情呢 你出现就是一个什么 就是一连串的动作 所以刚刚说 像我们刚刚讲到负数 前面讲到Complex Number 那个负数的时候 有实数步 虚数步 那这时候我们把好多个动作 把它包装起来 然后更有趣的地方是说 它实际上对应到哪些操作 那我可以在地图行去指定 或者在更后面的时候去指定 甚至我可以在执行时期去换掉 它的这个Creator的行为 换掉这个A star的行为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边来讲话呢 如果你对C++稍微熟悉的话 这不就是多形 它就可以做到多形 那我们休息一下 然后两个再续续 刚刚有一个网友提到这个问题 就是说讲到这个 前面有个例子 这个例子呢 这网友问到说 为什么前面要宣告成Static 事实上你可以把这个Static拿掉 其实它是可以运作的 但是一般来说 我们在写这样的 在封装的过程中 我们会把这个Static加上去 注意到 你有没有加 其实程式都可以运作 但是你要考虑到一件事 今天如果说 我们今天这个名字的是什么 是Create 那你想Create这个东西很常见嘛 对不对 就是你可以想象说 绝大多数物件都会想要做Create 那如果说每一个东西 比方说车子呢 Car的这个物件也用Create 然后飞机这个物件也用Create 然后你发现说 如果没有加Static 会发生什么事呢 会发生一个悲剧 这个悲剧就是 会发现Linking的问题 就是说简单说 在GCC你会看到什么 Multiple Definition 就是注意到 这个东西是Definition 这整件事怎么称为叫Definition 我定义什么 定义一个function 那如果说它的名字刚好叫什么呢 不是叫ADDMTL 而是叫什么 而是叫做Create 的时候呢 而且你有没有加到Static 那就会发生什么 这几个Create都会加 就会有Multiple Definition 就会有冲突 所以一般来说呢 我们在宣告时会加一个Static 去避免这种命名上的冲突 好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刚才那一篇 梁格格的文章 然后 那当然要解决到命名冲突 像刚才讲Create的时候 你可以加很长一张名字 对不对 像GDK在赚钱上就真的很麻烦 像是GDK Application New 这个东西 所以基本上 如果你的edit没有很强大 没有自动补完的话 真的很难写 当然有自动补完 不代表说可以解决问题 因为 有时候补到不该补的东西 尤其在新版的GDK 我真的很痛苦 已经很久没有写GDK了 上次心血带潮在写下 不是写超久 就有些名字真的很像 APP开头不是只有Apple APP开头还有别的 然后 所以就说在这个过程中 你会看到像这种 对不对 你会看到这个命名 你会发现这个东西又臭又差 对不对 但是 你也不要觉得回心 因为我们在 城市开发的时候呢 西语很可能都会当作一个 中间的语言 也就是说 像 比方说以GDK来讲话 大家知道GDK是一个什么 GDK是一个 注意到要念的时候 如果你讲的是捉命系统 而不是讲精灵的话 这个要念成GDK 那GDK的 这个石座来讲话呢 它是用主要是用西语言开发的 但是上面也有个程式语言叫VALA 注意到它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程式语言 它是一个程式语言 然后有意思的地方 注意到 程式语言 然后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呢 它最终 它的输出呢 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西语言程式 也就是说呢 它实际上用到一个东西叫 G-Object G-Object是建构在西语言之上的 物件 还有动态形态的系统 但是它是完全是合法西语言去建构出来的 那VALA呢 它是一个程式语言 那它的输出就是什么 就是西语言程式 然后搭配G-Object 所以你在这个过程中呢 你可以看到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吧 看一个例子就是 VALA Gnone跟KDE 你会发现很好玩 Gnone大概就走 走那种可爱风格 所以它大概都是这种 这种风格的 看起来可爱可爱的 然后颜色就比较温和一点 然后KDE的话就是很多元 它也有很新潮的 也有那种 KDE有比较亮的 然后又有点暗的 反正就是KDE就比较多元一点 两个社群着重不太一样 所以你看 这VALA 注意到这是VALA程式 你发现 乍看好像有什么东西有点像 对不对 好像有点像胶吧 对不对 但是又好像没那么像胶吧 对不对 然后呢 有点像西加加 好像又没那么像西加加 然后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呢 这个东西最终呢 就会转参成西语言程式 所以回到刚刚的那边 两个那篇文章 注意到 算GTK 或者说这个什么SVN 或者这种 真正在用的时候 它可能用着很复杂的东西 但是你不要太担心 很可能 城市开发者 它不会直接去写到这些东西 不会直接写 而是它透过一个 转移器 或者一个层次码产生器 我们称为叫Code Generator 去产生的 那这个东西呢 如果说你以前有用过 像 像一些FMwork 不管是NFC也好啦 或是Borrent 如果你还记得这家公司的话 Borrent有个都记得OWL 那基本上有很多都是这种 用Code Generator 产生出来的 好 然后 所以注意到 注意到的这个东西 又是一种态度 这个词啊 用的有点什么 有点过火了 好 但是呢 就是说 西元呢 它是一个折衷 它没有像那个C++ 一直在 一直在加入一些语言的特征 西元一直固守一个底线 就是说 它让城市开发者 可以有足够多的认操作 还有能够 就是说 它不会把语法搞得很复杂 它让那个城市开发者 可以去掌握 它具体想要做的事情 然后这个 但是呢 但是我又可以怎样 又可以让你有足够多的能力 好像这经典东西叫做指标 指标呢 就会让你存取到 记忆体 然后不管是合法的 不合法的 反正就会让你存取到 反正最终呢 你要自己负责任 好那继续看 好那接着呢 我们来看另外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是什么 前面有提到这个计程 那接着我来跟大家谈一下这个计程跟多形 然后这边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 看一下 这个例子 还蛮有趣的 那你从它标题猜出来 它在讲什么 就是跟你讲 它从那标题猜出来 它在做什么 就是做这个 多形与继承 我再特别强调一下 就说为什么我们要在没有程式语言的直接支持 没有直接支持这个物件导向的语法的前提下 在西语言上面去做物件导向 原因有几个 像第一个原因就是说事实上呢 现在有很多城市开发 尤其是西语言的城市开发本身呢 我们很可能不会每一行扣 每一行都 城市码都是自己赚钱 很可能不会 不可能会透过像刚刚刚的格诺那个VALA 就透过另外一个城市员 然后转移成西城市 那西城市再透过西语言编译器 然后搭配我们在你所不知道西语言的讲座里面 我们有提到编译器的原理 也有提到说编译器的最佳化 总之你可以去参考 这两个部分去看它实际做什么事 所以你可以知道西语言的作为一个工业强度的编译 在很多西语言的工业强度的编译器 包含说GCC跟Clean 基本上都可以让你充分的运用这个硬碟特征 但是你又可以有足够高的这个掌握度 所以事实上我们在撰写这个物件 西语言上的物件导向系统的时候 很可能它不是直接通过西语言去撰写 是通过其他城市语言 或者是说通过一些城市码产生去做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什么呢 第二个是说 你很可能你在你的环境 已经帮你建构好一个基础建设的 像这个我讲的基础建设 你就想要说像什么呢 像是这个 就是说它有一个叫 像这个Bash All Framework 我已经帮你建构好一个框架了 所以有这个框架之后 从头到尾你只要怎样 你只要描述就好 所以从头到尾你只要知道 这个框架底下的描述方式 反正最后它会转换成一个 不管是透过Macro也好 透过其他的技巧也好 反正它就是一个合法的西元城市 所以原本的Debugger 那些除错器 那些静态城市分析器 都可以协助你去追踪到城市的行为 追踪到积极的操作 所以你最终还是可以享受一个好处 什么好处呢 就是知道系统的每一行运作 基本上你还是可以做到这件事 然后再来什么呢 再来是 就是除了有一个框架以外 那更有趣的地方是说 因为我们现在知道 我们在很多城市开发的环境中 我们很可能用的城市源 不是只有一套 对吧 比方说我举个例子 我现在用了这台电脑 那它的里面呢 就有很多不同的城市源 比方说Mac的那个城市源 上会有什么 有Objecting C 然后会有些C++ 比方说Browser 你看到这个画面来讲 Browser它底层的引擎是什么 是WebKit 那所以WebKit它有C++的部分 那也有可能会有不同的这个程式语言 那总之呢 我们在我们真实情况下呢 往往像一台电脑里面 它都是包含说不同程式语言 去怎样 去相互去使用的 所以我们会有一个东西叫ABI 叫做Accounting Binded Interface 那好玩的地方是说呢 ABI的设计往往就是参照C源 因为你可以想到说C源就相当于是 一个系统的母语 然后呢 更好玩的地方是说呢 在那么多城市源 比方说像Java也好啦 Ruby也好啦 或是像C++也好啦 那好玩的地方是说呢 我们刚才提到这个ABI 它基本上都是参照C语言去设计的 这更明确是规范 比方说我的Function Code要怎么做 然后过程中呢 这些程式呢 比方说像熟悉Java的朋友 可能知道一个东西叫做JNI 叫做JavaNet Interface 然后JNI的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事实上JNI来讲话呢 它其实也是产生什么 产生一个合法的C语言程式 但是就产生一个合法的一个Header 所以我们通过一个JNI 通过这个Jah的工具 可以产生一个什么 产生一个HeaderFile 然后这个HeaderFile 本质上就是一个什么 就是一个C程式 就是完全合法的C程式 像这 好 所以你看到 这边起来来讲 因为我看到什么 你熟悉的东西指标 所以你看到这个指向的一个特定的成员 你猜也猜出来这是什么鬼 这就是一个Function Point 所以就是包装在JNI ENV里面的一个Member 里面一个Function Pointer 然后我再带一个特定的参数进去 然后你发现一个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虽然这边看起来好奇怪 对吧 看起来好奇怪 什么又有Class Path Name 又有什么Method 所以你会发现这是什么鬼呢 这个看起来 里面东西有点熟又不会太熟 语法来说它是完完全合法的什么 西语言程式 但是里面的词又有物件 也不是物件 在这边来讲话是什么 又有Class 又有类别 又有方法 然后又有什么JNI Native Method 所以你发现它的术语是什么 是物件导向的术语 所以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以JNI这个例子你发现什么是 它其实这里面也是什么 物件导向的开发模式 只是这边的物件 这边的程式码是怎么来的 是透过什么 透过Java Edge这个工具去产生出来的 所以你发现说你在Android系统 有个东西 NTK NTK就是让你可以用什么 用西语言 用C++ 或者组合语言 或者其他程式语言 去开发Android应用程式的一个什么 一个界面版工具 所以以画面中这段程式码呢 其实也是一个什么 也是个物件导向的一个开发风格 好 那详细的东西请你去参照这个实践用法 所以你可以看到什么 我刚才讲那么多 其实就是让大家知道一件事是什么 用西语言做物件导向的程式开发 它是一个取舍 虽然它语法上没有那么花俏 但是呢 它做的事情呢 它很可能是搭配其他的程式语言 搭配了不同的意志的运算环境 很多种不同的程式语言 然后它创造一个什么 一个共用的基底 那甚至呢 你在你之所以要学习西语言的物件导向 还有一个重要事情 假设有一天呢 你有机会去改到Java的虚拟机器 那我们知道Java呢 在语言层面有提供 有提供什么 有提供物件导向 大家有没有想过 诶 那它的虚拟机器本身 是不是也是类似刚刚那一段程式吧 不确就是 就非常像 所以你可以看到什么事呢 你在过程中你其实学习的东西是很广泛的 所以我们不是只是用而已 就是我在调了一次 我们在台湾很东西就是被教导说什么用 大家小时候就学这个嘛 就是家长就问你这个问题嘛 小孩子喜欢画画 可是以后画画没饭吃怎么办 小孩子喜欢弹钢琴 可是 可是 可是什么 女孩子学钢琴可以啦 可以嫁给有钱的 那男孩子怎么办 会不会饿死 就一直问这种 有没有用的问题 所以就是 这算 也许算我们的文化价值 就是我们的这个什么 价值观 但是其实 这样很容易限出我们思维 就非得说当下要怎么用 或者说我学某一件事 要立刻做什么事 但是更重要的地方是思维 思维就是说 我平常可以吃饱 不管是我也好 你也好 基本上在这个时间 应该已经吃饱了 然后白天的工作 应该已经告一段落 所以我们在晚上的直播 可以去干嘛 可以去想 要怎么去精进自己的 城市开发技能 怎么去精进 我在未来的职场 或者说 我的工作 也许目前不是在做 城市设计开发的 我是一个学生 或者我只是一个有兴趣的人 但是我想要知道什么 想要知道这个世界的 这些开源的专 到底做了什么事 是不是我要足够多的掌握 掌握的东西 就不是只是城市语言的语法 我要掌握的地方是 这些的技巧 我要掌握说 这些跨越城市语言的 比方说像WebKit 要提到WebKit 有很多城市语言在里面 它里面甚至还有一大 有很大的很多行数 是用Purlish的 甚至还有一些很奇怪的一些 你可能没有注意到的技巧 但是没关系 我们今天在过程中 我学习到这些什么 这些精神 而不是只是说 啊 学WebKit有什么用 学WebKit之后 我们也会年薪百万 其实我们今天 事为不止 好 那么讲很多话 终于来看这篇文章 那这篇文章很好 就是刚刚跟你讲说 这个 呃 继承跟多型 如何在C元里面去实作出来 所以注意到 它这边提供一些技巧 呃 C元呢 像刚刚提到 它其实很有弹性 所以注意到 这篇文章只是提供一个 手段 那这个手段呢 你可以看到这边来讲 它有个东西叫VTable 那怕有人对C++ 比较不熟悉 我还是介绍一下 呃 前几年在这个 在那个 在那个侯杰 就是这个 这个 侯俊杰先生 他的比例叫侯杰 那 他里面有写过一系列的书啊 那其实就是有提到这个 那他花很大比例跟介绍什么叫做 呃 VTable 呃 那VTable的作用是什么呢 就是 就是 因为 C++呢 它的当初的设计是希望建构在C元基础之上 提供一些物件导向的一些语法 提供一些物件导向的支持 那所以一开始呢 它还是在C元基础上 但是接着呢 很快就发现C元多特征会有些限制 比方说呢 你可能知道一个东西叫Virtual Function 这个Virtual Function在做什么事情呢 就是看到 看一下这个 呃 我们在讲Virtual Function的时候呢 不管是Virtual Function也好 Virtual Method也好 会跟继承 还有多型是有关的 这东西讲那么弦 其实它只有一件事啊 就这么简单 就是说呢 假设有个Function 有个名称 比方说ADD好了 那一般来说你今天写一个Definition 比方说ADD 书两个参数 一个叫A一个叫B 那你在Definition的时候写什么 它的Definition是A跟B加起来 然后回传 所以A加B会得到一个值 然后我们叫C好了 我就把这个C这个值回传回去 所以这个东西是一个什么 这是一个Definition 所以这个东西来讲的话呢 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呢 这个是这个Definition 导致的那个程式 它就是一个什么死的东西 但是有没有可能说什么呢 可能说 我有一样的一个识别 我叫这个 我名称是一样 比方说名称都是叫什么 叫ADD 然后所以它的签章也是一样 所谓的签章 注意到这边的签章的数字是什么 不是说你的签名是怎样 而是说我的Function有Per Amateur 比方说这个ADD 刚刚才讲那个ADD 就是这个 这个Per Amateur 就是说我这边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输入 有一个输出 所以输入是什么形态 输出是什么形态 那名称叫什么 这三个东西我这边叫做签章 就是Function Name 然后再什么 再是 Function的Per Amateur 以及它的Return Type 这三个东西结合成一个什么 结合成一个叫做Signature 然后注意到我们今天讲这个Signature的时候 这个是什么 就是说我同样的Signature 那有没有可能在执行时期把它换掉 所以 意味着什么呢 就是说如果说我今天是一个 ADD 当我在输入东西是一个什么 Integer的时候 我用整数的加法去加 但是我如果输入是一个Complex Number 比方说叫C 好了 那我输入的东西是C1跟C2 这两个东西都是Complex Number 我可以干嘛 我可以去找到对应到Complex Number 的Function 但是我用的名字 还是一样的 叫做Function 对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是什么 其实它做的事情很单纯 简单就是说它在执行时期 可以去修改原本Function的行为 然后为了要实现这件事 其实在C++设计一个东西叫VTable 所以它简单就是说 注意到这个东西 它有个特殊的矩阵 这个矩阵就是放一个什么 放一个对应的VPTR 你看这个东西 这个VPTR在什么呢 就是说我一个物件 不管它叫什么名字 它会有一个对应的操作 这个操作比方说ADD 还有一个Method 那我在执行时期把它换掉 你发现这件事描述讲的好悬 对不对 那怎么解释呢 那不就是这件事吗 对不对 好 整件事很好玩 这一整行 就是这个25行所做的事情 其实就是多型的基础 只是说C++ 把这个东西 又给它正规的一个 比较更完整的一个描述 所以你发现一个很好玩的 就叫什么呢 在这篇文章 它其实就是透过这个VTABLE的技巧 去实践出来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先看 在C++的层次 叫做一个东西 Person 描述个人 然后这个东西 注意到这个东西 我们称为叫做Modifier C++Modifier C++Modifier Modifier 我们会有一些Modifier 就是一些比方说 像你刚刚看到东西叫做 AssesModifier 那AssesModifier 在这边来讲话 我就是把底下这两个Member 就是FirstName 这两个Member 然后把标注成Private 顾名实际就是这样 顾名实际就是只有 这个Person 所产生的物件 是看得到的 但是如果其他的 不然说以后衍生的物件 比方说其他的类别所衍生物件 才是看不到这里面的 简单来说这两个东西是 是跟实作相关的 好 底下public它也是一样 它也是一种什么 AssesModifier 当然用名词就猜得出来 这底下一定是这样 一般都看得到的 所以这个是 你可以想到上面是实作细节 下面是什么 是公开出来给大家操作的方法 好 然后再来是 在C++有个东西叫Constructor 注意到Constructor 这边有个Constructor是什么 这有两个Amateur 一个叫FirstName 一个叫LastName 然后这个东西叫什么 叫做Distructor Distructor 然后顾虑实际就是有办法建立 有办法消除 好 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事实上你可以把上面那单程式码 注意到这边也只有 这边也知道只有什么 只有宣告而已 所以它事实上没有什么 确切的definition 注意到这个东西叫什么 Declaration 宣告 那这个Declaration在这边 事实上我可以把它转换成 几乎是一致的这个西元程式 好 然后注意到这个转换 我们刚才有提到FirstName跟LastName 是一个什么实作细节 所以我就先干涉宣告一个 宣告一个类别 讲错不是宣告 定义个类别 注意到这个叫定义 定义个类别 叫什么 注意到 我有标个底线表示 表示一个 它是一个什么 没有要公开的 这是一个西元的程式开发的惯例 当然你叫别的名字也是可以的 这个是一个标注的惯例 好 然后呢 这边有哪些方法呢 这里有建立一个新的人的方法 建立的方法 还有什么消除人的方法 所以你看 有新增 有删除 然后呢 有什么显示的 有把它写入档案 所以你看 其实它完完全等价的意思就是这么一回事 那当然在过程中呢 我需要包装一些东西啦 比方说我这个建立一个 建立一个 有效的这个person 这个object的时候呢 我要有一个操作对象 或是我要删除的时候呢 会有一个操作对象 所以你看 我这边有什么 ppersonobject 那这个东西怎么来的 你看这件事好玩啊 这东西怎么来的呢 其实是什么 其实是从这个top的地方来的 所以我是一个什么 我先定义 注意到这个东西叫定义 一个结构体 叫person 然后呢 我再去用typedefine 建立一个什么 一个形态 这叫person 然后所以我在操作的时候呢 是指向 指向 指向person这个结构 的指标 好 然后 接着呢 我们可以再思考 你发现这个 像上面这个实作呢 它其实跟上面的意思是一样的 但是 在语法上你看到就比较冗长了 再来是你会遇到很悲剧的重要 就是man space 对不对 所以 比方说你就会 要把名字取得很长 所以 这 物件名字越长 这个对应的什么 对应的方形就越长 名字 所以这个东西呢 它是可用 但是它不够好 所以注意到 我们在刚才提到这物件导向的时候 它最重要的是思维 所以 这个 这段程式码呢 它其实把上面的程式码做一个什么 做一个 转换 或者做一个更好的词 叫做翻译吧 你把它翻译 把它翻译成这个 这个C程式 可是其实它还有一个很大的改进空间 所以我们来想一下 我要怎么去改进这段程式码 注意看这段程式码 诶 这个程式码来讲的话 你看 从这边到底下这边 诶 这个实作来讲的话 就有很大差异了 你看 第一个什么 我们用一个前面重要技巧 我们用一个什么 用一个前置宣告 所以 我这个person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呢 你发现好玩的 看不出来 对不对 这边看不出来 但是我就很快用Type Define 所以 我这个结构题叫做 底线的person 但是它最后 一个形态叫做person 好 然后 这边的话好玩 这边是前置宣告 底下这东西也是前置宣告 而且更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我冲到尾 我要揭露给一般的开发者来讲的话 冲到尾 只要揭露这一二三四 只要揭露这四行就可以了 所以我在操作的时候都是指向person的指标 我在传递的时候都是指向person指标 但是我就可以做什么操作呢 有这个Display Write Delete 这个这样的操作 好 然后呢 上面呢 你可以想把这上面这几行 讲到什么 这是一个界面 去描述我要怎么操作person的界面 然后 底下这几个呢 就是什么 就是 就是 确切要怎么做啦 像这个 就是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上面可能是某个点 H 表示header file 那底下呢 就可能是一个什么 一个点C檔 好 好 所以你看到这边来讲的话呢 这个东西我标个底线 我的惯例刚刚讲过的惯例就是我不想给别人看的 所以你看到这边来讲话呢 我不想给别人看是他的first name怎么存 last name的存 然后呢 这边来讲话呢 我这边 我已经用type define去 去定义一个什么 定义一个function pointer的形态 然后呢 它确切来讲的话呢 它是存在这个Display啦 存在这个WriteToFile啦 还有这个Delete 然后好玩的事情发生了 就是说呢 当我要去使用这个Delete的时候呢 我是用这个 用什么 用这个 用这个 person这个object 就是person这个 person这个structure 所以我可以用指向person的指标 然后去把它提取出什么 提取出里面一个成员 叫做Delete 好 好 那所以呢 你在往下看的时候呢 就发现很好玩了 我要做出实话的时候呢 就是这一段 对不对 我是一个成员 我把它指向到 我把它指拍到哪里 Delete person 那Delete person 猜 不是猜 它显然是一个什么 它显然是一个function 那它的输入就是什么 它的输入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指向person的一个指标 然后呢 你发现这样子写呢 写成这样 让我们抽象的程度就更高了 然后我们再继续思考 能不能呢 把整个思维呢 再做一个调整 这边的话 我们要继续去想 在这个时候呢 很重要 就是其实 我想如果说你有学过这个 UMPAL的朋友呢 他就会比较熟悉这个观点 先解释一下 怕有的不知道 UNIFY MODELING LANGUAGE 所以它其他要做的事情 它去描述 物件跟物件之间的关联 以及描述呢 这个行为 所以比方说UNIFY有一个东西要 叫做什么 叫做USE CASE 所以顾意识是什么 就比方说两个人 在画面中看到两个人 那这两个人他可能有做很多事 这两个东西可能去互动的地方 比方说你跟我此刻 可以看到画面中这个地方 画面中这个画面 为了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现在有一个什么 有个直播平台 通过Youtube 这种直播平台 除了这个直播平台以外 我们还有些东西叫共笔 所以看到这个 你在画面中可以看到这个画面 所以你现在在直播的过程中 你可以看到这个Hack&D 这个共笔 那你回去呢 你在网址 你也可以看到一样的什么 一样的内容 为什么有这么神奇的事情呢 为什么 因为两个人有这样 都有这个共享的文件 所以USE CASE 就在描述 物件 或者更好的地方 是一个ACTOR 一个什么 一个人的行为 人、事、物之间的观点 这东西要 永远就在做这种东西的时候 MODEL 去塑摩 去描述这件事 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是什么呢 就是说这篇文章提到的事情是 让我们去思考 所以其实我们不要急的去写成事 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就是我们去描述物件本身 去描述这些行为面 在做什么事 所以我们所做的东西叫什么 Representation 就是一个表现 一个类别的表现 所以比方说回到刚刚讲的 我们在意的是人的行为 我们再来是人 怎么去显示人的资料 大家怎么去删除人的资料 怎么把人的资料 把它写到另外一个储存媒介里面 所以你看 这就是我们的一些方法 这些方法来讲的话 它构成一个所谓的interface 那当然你可能熟悉Java 所以你会开始想 我知道Java里面有interface 有class interface跟class不同 那考试 也只会考试upstrate class 跟interface的差异 好 这件事你可以再交完 多教材 再多考题 可以看得到 但是这不是我们今天想要探讨 我们今天想要探讨的是什么 我们今天探讨的是诗文 所以这个诗文 它有程式语言帮助 你可以写得很好 但是没有程式语言帮助来讲的话 你也可以做到这样的事情 我们不会把这件事叫做模拟 因为模拟这个词就不好 所以比方说 我们会看到很多文章 说什么用西语言去模拟物件导向 其实这个不好 因为物件导向它是一个诗文 就像 就像你很快乐 你可以用中文讲 你可以用北京官话来讲 你可以用台湾的米南话来讲 你可以用台湾的课语来讲 你可以用其他的语言来讲 对 因为你的重点是本质是快乐 就像我女儿才三个月 所以只会傻笑 应该不会讲话 如果他会讲话我会会吓到 但是他可以充分去表达他的喜怒哀乐 他在完全没有人类的语言训练之前 他可以做到这些事 这是他的本能 再来是什么 再来是 事实上他有工具 他有工具 就是他的这个 洪亮的散音 他有这个 一个声带 所以他其实可以做这个事 那他还有这个 相关的生理课征 所以其实呢 这个我们在意的地方是表现本身 所以其实我们要去看他的行为 而不要被程式语言的语法所限制住了 很多人包含说像我 我在差不多20年前那时候很迷惘 尤其在那时候学C++很迷惘 我花很多时间在学C++98 那时候20年前学的很痛苦 因为那时候C++98刚退出 我在学 那花很多时间去学习像STL 包含说学很多所谓的范琴城市设计 然后也把这个猴杰的这个范琴 STL范琴城市设计 读了很很久 那甚至去修改这个STL 内部实作 还沾沾自其说 自己做了哪些贡献 但后来发现 有点难过的地方是 我就太着重在语法本身 但是我忽略本质 就是这些东西是在干嘛的 是提供更好的基础建设 让你能够 清楚表达物件 可以清楚的去解决问题 对吧 这才是我们真的能想做的 那回到这个例子来讲 我们很重要的地方是定义什么 像这个例子 Person的行为 所以大家刚刚讲 Display, Write, Delete 那最终怎么去实作 所以比方说 像刚才这个手段 你看到这个Delete 我们可以在完全不了解 Delete实作内容的前提下 去删除一个什么 删除一个指向Person的指标 我只要有这样的指标 我就可以操作了 同理我可以在完全不知道 Write to File 怎么实时做的前提下 去把一个物件的内容 写到一个什么 写到一个档案系统的某一个地方 那这个东西是什么 这就是叫Write to File 我看名字 我就可以知道它具体在做什么 然后更酷的地方是什么 当我在这边有New 底下有Delete 我只要很清楚知道 前面有New 后面有Delete 我只要知道这个东西的关联就行了 甚至我能够去规范什么 我所有建立物件都是New 所有删除都叫Delete 所以我从来只要知道这种 共用界面 我今天可以建立一个Person 明天可以见识一个狗 或者建立一个员工的代号 一个employee 或者employer 反正诸如此类 我可以去描述它 所以你会发现 我们今天讲物件导向思维 所以它其实让你思维层次 一面一面提高 那很多人 包括说过去的我 之所以没办法 把物件导向学好 很多的原理就是 因为我一开始就看这些事 我花很多时间去看语法 但是我忘记什么 程式码的演化 所以程式码演化是 这样一路这样子过来 然后我们持续去反省 而且我们在看刚刚的程式码的时候 其实心里要有这张图 就是 这才是最重要的 我们花那么多的手段 花那么多的时间去揣摩 这些资料表达 它的动作 其实心中想说 无外乎就是什么 能够做什么事 以及我做这些事之后 我能不能是把这个东西再提高更深的思维 你看一个person 我可以把这个person 放到一个场域里面 一个封闭场域 它变成什么 它不就变成一家公司吗 一家公司里面有很多个雇员 比方说早上9点到晚上6点之前 这些人会待在办公室 那1到5的时候这些人会待在办公室 然后星期六星期六的时候 这些人不会待在办公室 正常的话 不会待在办公室 这个就是什么 构成一个什么 一个工作场域 然后呢 这更有趣的地方是什么 这些人跟人会有些互动 比方说这个人可能在下午3点的时候 有5个人同时移动到一间会议室 你大概猜得出他们在干嘛 应该在开会 然后后来发现什么事呢 某个时间点 这几个人 他就不在这个办公室工作了 所以有可能有几个状况 第一个是可能公司搬家了 再来是这几个人可能刚好都离职了 当然也可能另外一个状况是公司收掉 反正你看 我们在这个思维里面 就可以慢慢去建构 从人的描述 开始有个什么 工作场域 那工作场域跟人是有关联的 然后再次 人跟公司的互动 去构成更大的一个经济结构 我如果有个新的物件 就叫什么 就叫公司 那所以呢 这个公司来讲的话 你以为它有更大的物件是什么 叫政府 那政府跟公司有什么关联呢 比如说税收 公司要缴20%的营业税 但是呢 为什么公司要缴钱给国家呢 缴这个政府很简单 因为政府要保障 保障这个公司 所以比方说政府要把关 比方说农产品要把关啊 要把关这个 通过关税去避免这个 不正义的竞争 比方说政府想要 扶植本地产业 所以它可以通过关税 这样的一个手段 去让本地的产业 可以有一个 喘息的空间 或者是发展的空间 那当然某些产业呢 实在是不知道怎么 不知道怎么形容 什么做车子的 扶植不到好几年 如果一个产业扶植30年 还有一点问题的话 那真不知道怎么形容 好 那我们再继续看这个 画面这张图 这张图就进一步的 再把这个思维再扩大 所以注意这样 我们今天讲 这个物件导向绝对 不是为了语法 我刚才提过了 帮过去的我在内 花太多时间在学语法 而不是忘了什么 城市的演化 好 所以既然呢 我们刚才有一个什么 person这个东西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定一个 更多东西 比方说定一个东西 employee employee 很肯定他一定是一种人 对吧 但是他跟一般的人 有一点什么不同的地方呢 我在描述这个employee的时候 我额外描述什么 他的任职的单位 描述他是研究发展部门 他是会计或是财务 然后法务 租谁这东西 这是个部门 然后再是他的公司 这公司比较不好 就是一个人可能同时有两种公司 注意到这不坚持 有可能是 比方说像那个什么 像一些大公司 尤其台湾的大公司 你知道台湾大公司 财务上很厉害的 就是 就是 工程师可能对公司的贡献很有限 但是财务上 那么四两拨千斤 公司突然会差 就可以赚到很多钱 好 总之就是公司的操作来讲 你可能进去 比方说最经典的例子叫做鸿海 鸿海就很经典 就是 你进去叫鸿海科技集团 但是实际上 你的功耗 你的识别证上面写的东西 可能不是这样 就是 后面不能讲太多 但是你在网上查一下 可以知道 所以就一个 这个 算 你可能 跟隔壁的同事都叫做鸿海科技集团 但是 你跟他拿的识别证可能不一样 好 所以你还去标这个 company name 然后当然 这个很隐私的东西 就是你的什么 你的薪水 这个东西很隐私 这个不能随便接动的东西 好 然后呢 除了这个以外 这个什么 你发现有些东西还是公通的 就是显示个人资料 然后什么 把个人资料写入到某个地方 这样的一个操作本身还是怎样 还是沿用的 然后但是呢 肯定呢 显示person跟显示employee 有些方法一定不同 然后酷的地方是什么呢 酷的地方是 从来到尾呢 如果要去改变 像是right to file 这个method的行为 在执行时期去改变 的话呢 在Cplus版有点复杂 但是在C原来讲 因为毕竟这个物件的系统 都是我们自己建构的 其实你可以简单到什么程度呢 它其实就是 就是这么简单 就是这样子 就可以在执行时期 把这个什么 某一个method method的行为把它换掉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这篇文章的其他的重点在这里 然后后面 我只讲了一半 那请你回去慢慢看一下 就是说他们的手段 然后 所以你在后面看到的这个版本 它就是把这个什么employee person 这个一路 就会做更好的一个什么 一个封装 然后 但是你看到说 我开立了界面 比方说这个deleter display right to file也好 你甚至可以再完全不用去管 内容怎么实作的前提下 不然说这个机体 我们去规划请教 我冲在指导 认定什么 认定这些界面 知道这些东西的观点就可以 好 所以我今天讲到这边的话 希望各位有个思维 这个思维就是说 我们要更好的去想 它的那个行为面 更好想的是 它的这些属性 动作 还有物件 跟物件实力的观点 好 然后另外一篇呢 这篇文章也是蛮好的 你可以看一下 这篇文章呢 是 好 这篇文章呢 我们在 用西元做这个 物件导向开班 有一个很重要的议题 就是其实是为了 一些比较限制的环境 比较 它比较低接 比较Linus Kernel 在Linus Kernel来讲 很好玩 它的Subsistence 大量的存在 Object Oriented 就是你可以在 比方说你去Google搜寻 打Linus Kernel OOP 我没有骗你啊 找到一大堆 比方说你在Google搜寻 你可以找高达 196万笔的资料 再跟你讲什么 物件导向程式开发 甚至还可以找到中文翻译 厉害吧 所以就是说 我希望大家有个思维 就是说 我们今天讲 物件导向程式开发 重点是它的思维 重点是演化 我们刚才不是故意讲那几个例子 它重点是演化 一路从这样子 一个person 一个employee 慢慢慢慢去长下去 然后 我们要画出那些diagram 其实不是一开始就画出来 因为它其实有设计到什么 像前面讲到Use Case 它涉及到访谈 就是说我怎么去规划 然后事实上 这个东西都一直变更 所以一直到今天为止 Linus Kernel 一直到今天为止 都还在保持什么 演化 同理的这些系统的软体 像那个Compiler 或者其他的 Interpreter Virtual Machine 基本上到今天为止 都在持续在演化 它演化不是因为有bug 不是 而是因为有反省 而是因为有这样 而是因为这个需求本身有变化 而是因为说有反省 有需求 找到一个什么 更好的一个突破 然后或者说可以 支援更广泛的一个不同的场域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议题 尤其我们在台湾 往往我想 如果你是 已经工作的朋友 你可能心中有些无奈 比方说 比方说你的工作去做 手机的应用程式开发的朋友 对不对 那有时候你会觉得很难过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我自己是很难过 比如我以前做手机的时候 我们做手机的用途是什么 做出给人家丢掉的东西 为什么 因为给人家丢掉越多 公司就可以卖新的手机 公司卖的手机越多 公司的营收就会增加 所以你看依据这个逻辑 用不精确的话来讲 我们写软体 是为了这样 让人家把这个手机可以丢掉 然后明年后年 继续买新的手机 而且 而且越丢 丢越多 我们公司赚越多 公司赚越多 分红给你越多 所以想想哪里好像很奇怪 写软体 不是让人家觉得珍惜 是给人家丢掉 当然你会说 软体不是很多东西可以重用 对 以前是这样 但是很不幸的 到了Android的时代 这件事不是这样 Android一天到晚要改版 以前Windows是三年改版 到Android时代 一年改三版 当然现在好多了 现在大概一年改一版 但是以前的话是 像09年 一年就改三版 然后 你写程式 其实往往很难累积 为什么 因为Android framework 尤其在2009年到2012年之间 Android framework大改 所以你层次几乎很难去重写 几乎很难 原封不动的重用 不太可能 所以你必须要重写 重写 再重写 那如果说你是写地外专业的朋友 更痛苦了 已经不知道改到多少次了 反正你的存在就是重写 所以有时候你会觉得很挫折 像我以前做手机的时候 我就全错了 我就是做手机给人家丢掉了 我的成就来自别人把东西丢掉 我的次 来了 但是呢 你也不要觉得太难过 就是说 事实上呢 有很多软体像Linux Kernel 它很多东西是这样 会重用的 会持续反省的 所以你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 你会发现说 不是只有 Unis Kernel是有OP的 如果说你把今天打开 3BSD 你会发现好玩 奇怪 你其实也可以看到这个是什么 KernelObject 其实它也是什么 它也是一个 你看 KObject provise an object-oriented-c-progment 你会发现 3BSD 也是这样 你会去找Solaris 然后发现什么的 Kubit 这个都需多事 而且你看 Solaris Wikipedia 我们不用看内容 你可以发现什么 它是一个物件导向的一个城市开发 然后当然这东西多的是 你可以找到一大堆 所以我希望大家有个认知 这个认知很简单 就是说 其实我们要学习这东西 即便是底层 我们通过这个思维 我们在意的地方是它的演化 它的改进 这是我们在台湾的写程式 往往会很少遇到的事情 因为你知道台湾有很多那种 你懂的吗 有些所谓的偏见 比方说35岁以上不写城市 但是我觉得我很高兴 我已经超过35岁很多年了 但是 我还行城市 好 那回到这个开始 所以就是说你看这篇文章 它给你探讨什么 它在探讨像Linux Kernel 这样的Subsystem 我们可以去透过这个物件导向的城市开发 那当然不是只有Linux Kernel 像刚才提到的FreeBSD 或是Soraris的Kernel 基本上都是用这样的一个手段去开发城市的 好 然后在这边来讲的话 就是你可以看到这边来讲的话 它这边规划一个系统 它是一个系统像是一个这样的 就是说一个 比方说它一个充电站 你可以看到说在充电站里面可能有些按钮 决定什么时候要开始充 然后或者是它有去显示它现在的电压变化 电流变化 或者显示说现在是不是有电 或者说你还要涉及到支付 对不对 你可能用这个信用卡支付 或者说某某一个IFID的卡片 它可能或是用NFC 这种刷卡去识别 那当然也可能通过QR Code 好 总之不管讲了多少东西 但是关键地方是什么呢 关键地方是它这些物件跟物件之间的行为 所以注意到呢 我们其实着重的地方 就是在整个城市里面很重要的地方是这些 这些的物件的关联 所以UML 这样UML 或者它搭配很多工具 像那边底下展示给你看的是什么 Print UML 它其实着重的地方是这个物件 的结构 那当然有很多工具呢 可以协助你说在开发程式的时候 一边去产生文件啊 或者说有文件 你去撰写文件 或者透过这个UML 去产生一个对应的程式码的一个骨干的程式 这是都有大量这种工具 但还有反过来的就是一个叫 Reverse Reverse Engineering 一般来讲我们听到Reverse Engineering 就是说 反正就是什么 什么 逆向工程啊 比方说给你一个ES1档 然后把它逆向回去一个点西扣档 那其实呢 因为L也有Reverse Engineering 这是什么鸟呢 就是说 简单说呢 假设给你一段程式码 给你一个专案 或者 那我能不能把它去产生一个对应的这个class diagram 或者产生一个对应的一个什么 对应的这个 像这样的一个物件跟物件之间的观点 所以你看 程式码你要一目了难很困难 但是你看 像我透过这样一个Reverse Engineering的tool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说 好像 大概看出一个所以栏 看出 它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 Sports Car Family Car 家庭用的车子 或是一个运动用的车子 或是Bicycle 或者说 一般的车 然后这个东西都是运输装置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我可以透过这样的工具 去把你什么 给定一个程式码 或者一个专案的档案 然后把它 逆向回去到一开始的思维 所以其实我们在21世纪开发程式 其实要善用这个工具 不要如毛淫血 一行一行程式码去撰写 就像你写文章一样 你身为一个 经历过这些联考 指考 学测 我已经不知道你有参加过多少考试了 反正就是说 你经历过这些考试的人 其实你都知道什么 你知道 你怎么去写作 或者说你在平常在 抒发自己感情的时候 你偶尔加一些格言 加一些触景 触景商情 然后你开始有些什么 讲一些 就是看到一个景物 去抒发你的感情 这个是很常见的说法 就像我们说这样 对不对 你有一个什么 你有一个结构性 一个叙事的结构 一个体系 所以其实你写法上是这样 写程式以应当也是这样 好 所以我们讲了那么多 其实 关键地方是什么 关键地方是 不要被迂法新出 重点是记得 我们做事的本身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东西 好 这边来讲的话 就是说 比方说它有一个东西叫 CRC Calculator 所以它在做什么事情 怕有些人不知道这个CRC在干嘛 简单就是说 像你的这个 国民身份证 像我的国民身份的第一码是K 为什么呢 因为我是从苗栗 不是从 在苗栗出生的 所以这个 苗栗现 出生的人 他都会有一个K 那我的身份证字号的第二码是E E 表示什么 表示性别 所以我是 男性 这是 当然 这是一个认定 就是出生的时候认定 那你之后可能会有些变化 不管 那CRC在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就像你的国民身份证一样 最后一码是什么 最后一码是把我的身份证知道 不管是什么K E 什么后面 一大堆 反正这东西不管是什么东西 那最后一个什么 做一个 做一个检验 所以它最后呢 它是一个数值 所以注意到 7RC呢最后呢它会算出一个数值 这个数值呢去 用来搭配数值传递 所以比方说像我的身份证知道 KE 后面什么东西 然后最后一个数字 那这个数字 我在传递的时候 连这个东西一起传递 所以我要去检查 这个 因为抄写 可能是透过抄写 可能是透过电话 语音的方式去 去把这个 我的身份证知道传递出去 或者说透过网路 去把这一类 这一类传递的时候呢 我可以透过 像CRC这个方式 可以去检验 这个 这个 像是身份证 指号有没有错误 那这个 简单它就是一个 它就是一个 它就是一个 它后面有些 涉及到一些素论 涉及到这个 加勒瓦群的这个 这个 我不解释了 总之就是 总之就是一些数学方法 好 那所以呢 这个东西呢 好玩的地方在哪里呢 它是一个很常见的东西 只要涉及到通讯 它就 只要涉及到通讯 涉及到资料保存 都会有一些 CRC 或者说你可能知道另外一个 叫什么 叫chips 好 比方说呢 最近有些影片很红 比方说一个东西要拿 叫 不好意思 我忘记最近有什么东西很红的 假设那个 这个甄嬛钻 还很红的话 假设的 假设甄嬛钻很红的时候 它总共有75集 对不对 那75集呢 来讲的话呢就是 假设我委托你去download 那个什么 甄嬛钻 那我委托你去 帮我download甄嬛钻 如果这件事合法的话 你帮我去download甄嬛钻 那你把那个DVD 或是把这些硬碟 拿给我的时候 那我有个很麻烦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我怎么知道 你帮我download的东西是对的 所以你可以做一件事就是把档案 两个档案打开来 逐一个败的去比对 可是这件事有点蠢嘛 对不对 我之所以要委托你去帮我download 就是因为我没空 或是我没有授权去做这件事 所以我做一件模糊地带 请你呢 你是有授权的 你帮我download 然后呢 你download完拿给我 可是呢我要去怎么检查 我download的东西是对的人 错的人 很简单 就通过这个CRC check sign 所以简单说它算完是一个数字 所以你的输入呢 可能是一个很大的大的东西 可能是一个什么 甄嬛钻这样75级 但是最后呢 它就产生一个数字 所以每一集呢都会有对应一个check sign 所以充当你只要抄写75个数字就好 这个数字可能是32位元的数字 所以充当到要抄写数字非常小 对不对 你只要抄写有多大的大小 我先给大家看 你只要就是75 对不对 75 然后你只要32位元 32位元 那每个位元呢 每个位元是8个bit 每个位元组是8个bit 所以你只需要什么 300个bytes 就这样 就可以来检验你的download的资料是对的 还是错的 所以就轻松很多 那所以看到这篇文章呢 这篇文章 它就是一个什么 计算CRC 所以我给定一个什么 给定一个资料的开头 注意到这是开头 然后描写一个资料的大小 那我就可以做CRC的check sign 这个东西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以这个圆形的宣告 以Polotype 没什么太大问题 但是接着呢 有一些东西要去思考 接着有些东西要去思考 就是说我们去计算这个check sign 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可能需要一个什么 需要一个表格 需要一些额外的空间 比如说你大概知道 像刚才讲那个希雅兴 你如果去看Wikipedia上 他有去描述 他有讲到这个加入瓦群 怕你不知道我在讲什么 不好意思讲一下 加入瓦群 这个数学真的是很美妙的东西 这个我们身为工程师 一定要多多学习 这个加入瓦群是什么鬼 就是加入瓦 所以这个GF是所谓的加入瓦群 然后总之呢 我今天不再跟你讲数学了 我只是帮你画重点而已 然后总之就是说 它在里面呢 有一些数值操作 会把一些很复杂的多项式 把很多高次元的东西呢 把它转换成一个等价 就是通等意义的运算量比较低的 不是比较低 比较低于原本的 比方说原本是X的十二次方 但是呢你可以找到一个等价的是 S的三次方的运算 所以你原本要做X的十二次方 它运算量很大 对不对 但是我也可以找到一个等价的 等价的一个什么 等价的操作 可能是X的三次方 然后呢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 就会有很多这个 你可以把很复杂的一个操作 转换成一个相对短的一个运算 所以我们要去检查原始的资料 比方说原始是一个DVD 原始是一个整魂传 这样的影片的时候呢 我就可以很容易用这个 有限度的多项式运算去查证 但是你会发现一件事 这种过程中可能需要一些额外的表格 或是需要一些额外的一些硬体资源 所以事实上呢 我们在做这些过程中呢 其实我们都涉及到什么 涉及到它可能需要一个 对应的这些Construtter Distrutter 去什么 去处理好这些表格 去处理好这些资源的配置 那当然我们就像说 做完这些操作之后呢 它可以把这个资源释放出来 那所以你当然可以这样写 比方说你有这个Construtter 有这个Distrutter 所以一开始 给定某些值 或是配置空间 那Distrutter把这些资源释放出来 然后可能去把这个表格 这边是键表格 CRC三个是有个表格的 但是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是什么 这边讲的Construtter也好 Distrutter也好 这个Feed也好 然后或者是这个Get也好 它从而底 这些东西都是像我们前面讲的 CompaxNumber一样 它都是如影随形存在的 对不对 我不应该把这几个function 都当作独立的东西 它应该都是有一个什么 它都是彼此之事会有相关的 所以接着我们可以做什么事情呢 你大概猜得出来 我实际上可以去定一个手法 这个手法是什么 当然说这边的Distrutter Construtter 我是不是可以用一个Struck 去描述它这些什么 Method 所以对应到这个 就是我这个Method 然后呢 然后它具体怎么虚实做呢 它就是在某个合法的西方去 去当它做这件事 所以比方说你的名字叫Distrutter Construtter 在这边去定义 然后呢 我去定义之后呢 我可以在执行时期呢 把这个Distrutter把它换掉 把它换成我们想要的行为 所以它讲那么多呢 其实最终 注意到 这中间有很多技巧 它里面有一些 用到一些比较高界的技巧 所以你就慢慢看 然后 最后它讲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 最后呢 你可以看到这边来讲话呢 它其实它可以做到一件事是什么 它先去定义一个 一个 我们称为叫Base Class 所以它有这个Distrutter Free 或是某些Method之类的 然后接着它会有些衍生的一个 衍生的一个 形态 那衍生的形态之后呢 它就可以额外再加一些属性 再加一些动作 但是原本在这个Base Class 所规范的这些Method 我还是可以去沿用 所以对应到刚刚那个CRC来讲话呢 我可以去定一个30万元的CRC 那我也可以定一个 也许会有64万元的一个checksup 但是呢 本质上我还是有这个Distrutter Construtter 那我还是有些表哥 但是对外的界面呢 又可以有一个一致的 所以你看 整间来讲话很有趣的 那是什么 你可以让整个开发的思维 可以这样 可以更一致 你只要把前期 只要把这些辛苦的框架准备好 所以很多人看到说 讲这个什么 你所不知道西元的讲 你会发现 诶奇怪 怎么讲那么多很复杂的事情 怎么搞那么复杂 注意到 绝大多数人是不需要 知道这些细节怎么做 绝大多数人只要知道 知道什么 给另一个界面 我要怎么去使用 我在使用上呢 因为我这些框架 会给一些足够的限制 给足够的一些便利 所以从头到尾 你只要花力气在什么 在这个表达本身 在操作本身就可以 好 那我们休息一下 好 那 刚刚有个地方提错了 就是刚刚讲错了 感谢这个网友的执政 就是最后一个是 不是Function 如果最后一个是Function的话 显然这会出问题 所以这个 这个是 最后一个是Macro 所以注意到 左边的是Label 右边的是Macro 好 好 然后 我们再继续来探讨 好吧 我们刚刚有提到 就是说 刚才这两篇文章 都有提到这个 世界例子 然后这两篇的文章 你发现很好玩 就是 虽然做的事情是封装 继承 多型 但是两篇的手法 程式码 撰写 又天南地原的差别 对吧 就是 你会看到一些东西很像 都有Swag 但是 怎么去 怎么去 声明你的method 你的 属性的描述 基本上过差很大 然后这边呢 又有另外一篇文章 就是 这个写的 写的非常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 它是一个 不是不是这篇 不是 这边是普通好了 没有那边说非常好 那这边是一个很有趣的公司 叫 QP 总觉得怪怪的 有点像那个 很像你的 你的腎脏 对 就是要卖掉腎脏 才有办法买iPhone 好 那要先解释一下 这个QP QP是一家公司 那当然你也猜得出来 这文章跟他的 跟他的产品 是有点宣传异味的 所以这个 这篇文章写的普通 那只是说它有些资料整理 还不错 我们就拿过来用 QP这家公司在做什么事情呢 如果说你是 迁入式系统的工程师 那你可能很知道一件事 就是我讲的迁入式系统 是讲那种Deep Embedded 实去图 比方说我每5ms要做一件事 那我要怎么确保说我每5ms可以做一件事呢 有个人简单做法就是说 你可以写个for回圈 我每 就是我for回圈 我每次做这件事 就是你每次每5ms要做一件事 所以假设做一件事是1ms 做完之后呢 我就发呆 呆呆呆呆呆 等到什么 多发呆一个4ms 所以 这边有个循环 所以你看 我每次都是做一件事1ms 然后睡觉4ms 然后循环 所以它只是一个什么 它就是一个 状态机 那状态机呢 可能会一些例外状况 我睡觉的时候要去查 有没有额外的中断啊 有没有一些 离开的条件 或者说有没有需要去 处理特定的事件 比方说我的计时器要跟着去更新 人机界面要去更新 所以我待会休息的过程中 去做额外要做的事情 但是它没那么频繁 真的频繁是每5ms 做的那件事 它要花1ms的时间来做 好 在QP呢 这家公司卖的软体呢 就是什么 卖的软体就是 这种 就是我们称为叫做 它就卖这个QM Modeling Generator 它卖框架 QP这个Real Time Framework 那这家公司很有趣的地方是 它卖的产品本身 我们看一下 它的Modeling Tool是要钱的 然后 不便宜 它的用途就是让你去Model Model 像刚刚讲的 仪表板啊 充电器啊这些什么的 但是好玩的地方是 它产生出来的程式码 是 就是产生出来那些 State Machine的程式码 就是合法的吸引程式 那你也可以这样 你也可以是合法用在你的产品里面 所以这家的公司 就像这样的公司蛮多的 尤其美国有很多这种 这种公司专门卖这种 Modeling Tool的公司 那我们在台湾比较熟悉的话 一般来说就是 EDA的那种 EDA的那种Modeling 就是那种 像那个 就是像 像那个 这种 像 Mental Graphics 这种 不是 EDA Modeling IC Design 就是 像这种 这种 那种 针对客制IC 去Modeling 但是实际上 软体本身 尤其这种 Deeper Embedded Software 它其实Modeling更重要 因为每一个环节 像刚刚讲的 充电站 那充电站 它充电站 绝对不是说 每个 比方说每个一秒 去更新画面那么简单 它会有一些状况 比方说电池会什么 电池会有这个 受面的衰减 大家都知道 就是电池的那个 使用 在最后面的时候 它会掉得很快 一开始它可能是个曲线 就是慢慢慢慢掉下来 但是它在某个时间点 会掉得很快 所以我们为了避免掉得很快 我们会在 电池还没陷入到 就是电池在某个范围的时候 就提醒使用者 这东西没有电了 请你去改用其他的 充电桩 或者其他的 其他的地点 所以我会有一个什么 会有一个非同步事件 我虽然电量一直降 所以我不能只是一个 for loop 去解决 我一个例外情况 像刚刚讲的 我会为了保护电池的寿命 我要避免电池 用一口气用完 因为你如果一口气用完 然后一口气再冲 其实这个东西对这个寿命 似乎会有比较大的冲击 最好是什么 用到一个程度之后 来充电 再放电 绝对不要用到完全没电 因为考虑到这个 电气特性 这是一个 但是还是什么 像温度 不是像这个 同样以充电桩来讲 它的温湿度很重要 所以 你虽然在充电桩看到的东西 是一个 电压电流的变化 但 它不会显示 温度出来 但是内部一定有个机制去看 环境中的这个 温度 湿度 就决定要不要继续 让我的充电桩 运作 如果温湿度都在 不好的情况下 我们应该去停止 那就显示一个 选择画面说 这个东西应该不在 不在运作了 所以QB 这家公司就在做这个东西 你可以看到它里面也 搞了一篇文章 这个跟你讲什么 就是 物件导向的程式设计 当然用西元 因为它产生出来的程式码 也是这种风格的 所以注意到 它一开始跟你讲什么 就跟你讲说 物件导向 然后他跟你讲说 QPC 或者是QB Nero 简单就是说 刚刚提到的 这是这家公司 Modeling Tool 所产生出来的 合法的西程式 那这合法的西程式 包含什么 封装 这个东西封装我们就不讲了 包含说 看到东西 所以你用这家公司的 要花钱的工具 它可以让你去 透过UML 去描述什么 比方说一个 一个什么 一个 形 形状 形状包含说 一些属性 SY 它的Constructor 它的Method Gate X Gate Y Method 它可以帮你去 产生出对应的程式码 所以 你只要用它的工具 把图 把那些use case 把那些diagram 画出来 所以 它的Modeling Tool 就可以帮你产生程式码 然后更酷的地方是 它的程式码可以反过来 就是刚刚讲的 逆向工程 当然它也很有限的 它要造成某种格式 所以 你要做的事情 就是去补充它的实作 然后 接着它又提到另外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就是说 它有一个Base Class 叫Shape 就是一个形态 所以你看到 这些东西很好玩 我这个Shape 它的用Type的顶犯出来的东西叫Shape 那名字叫Super 提到这个Super 你发现 如果学习过Java的朋友 就发现好像有一种似乘相似的感觉 对 在Java里面就有个东西叫Super Super Super 永远指向什么呢 永远指向它的 负类别 所以Super的使用 看另外一个例子 程式码能不能放大 不行 Super 好 注意到 Super 的存在 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在 继承关系 里面去使用的 好 所以这边Super 在做什么事情呢 Super 的东西 是要在有继承关系 好 这边快速记一下 这边有个东西叫什么呢 OK Super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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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class 叫做什么 就是country 然后那边很起来叫什么 有name 有value 这个method 然后我接着我去什么 我一个city 去继承 这个country 所以我就把这个东西把它新增了 然后这边很酷 这个super 注意到这个super 就会指向这个super.value 他呼叫的value是什么 不是自己的value 是 是父亲class 父亲class里面的value 好 那同理呢 你也可以用这个东西 所以你看到 我这边用个super 所以接着 我以后要去 呼叫这个best class的这个method 的时候很简单 我就用 我就用super Super 大致什么 做 或者 之类的 就是这样 不同的method 就是用实用 好 所以这个很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他的modeling tool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这家公司 你可以看到说他为什么叫做innovating embedded system 因为以前我想大家 尤其是业界的朋友都很熟悉 就是说 非常多人的青春 我帮你说 我也是 就是很多人的青春都是在 不是左边那张图是吗 是右边那张图 我会花很多时间用JTAG Ice 我用各式量debug 或者是还有土法链 刚刚用printf 还有用 物质城市开发 物质城市开发 就是乱拆了 就是诸如此类就是 你会花很大的心思在哪里 去猜测说 记忆体内容 去猜测 观察 那个记忆体的变化 观察 这些暂存器的变化 观察这些IO的行为 这是很多做deep embedded的工程师 无可避免做的事情 但是呢 以设计来讲的话 我们看的永远是左边 就是说 我们今天要做一个东西是什么 是一个充电站 我们今天要设计的东西 是一个投币机 所以这个有写来会有什么 会有一个状态 投币机我投一块钱 要做什么行为 投两块钱要做什么行为 投三块钱要做什么行为 我今天增加一个商品 要做什么事 新增两个商品要做什么事 然后再次投币机的话 它会坏掉 对不对 或者它会补货 那我要怎么通知 如果它有通讯功能的话 我要怎么通知这个人们来补货 不可能按照最后一个饮料的时候 才去通知 应该说在投币的饮料机 在饮料快卖完的时候 就应该通知别人 那反过来说 如果这个投币机 销售状况不如预期 那我其实我就不用通知这个来换 但是还有一种状况是吧 就是它里面的饮料 没什么人买 但是一个悲剧是什么 饮料过期怎么办 过期应该拿出来 不应该那么没良心放着 虽然是糖水 但是它还是有保存期限的 所以诸如此类呢 你看我们在意永远是 准备讲的那些 不管是你要叫它 Business Logic也好啦 你要去描述这个什么 一个 Embedded Control Logic 或者说一个Float 或者这个 它的Use Case 我们永远在意的地方是高级的东西 所以事实上 工程师的重点是什么 是把左边这些需求描述出来之后 不管是用人话来讲的 或是用鬼话来讲 你知道什么叫鬼话 鬼话就是你接到一个案子 他说 业主说 我没什么需求了 就是跟我做一个 跟Facebook一样的功能 对 这就是鬼话 假设我今天有办法做Facebook 我干嘛还替你 还替你的鬼话来接这个案子 我早就跟FacebookPK 跟Mark Zuckerberg 跟他PK 一叫雌雄 但是就是没办法 所以才接你的案子 结果你跟我说 你要的东西很简单 就跟Facebook一样 就是鬼扯蛋 这叫鬼话 那工程师 厉害的地方就是要把这些鬼话 把它转成什么 转成右边之章 所以你要知道一件事 整个物件导向的 为什么要在西元做物件导向 其实很大比例也是为了这件事 把这个人话也好 鬼话也好 先把它用一个什么 一个UML 一个比较高阶的方式去表示 那表示之后 我把它转换 不管是透过自动化的 像QP这家公司 用自动化方式去转换 或是用人工 站在一个框架之上 注意到 我今天特别讲到的是说 我们今天做这件事 做物件导向开发 很多时候不会用 自己从第一行开始课 不会 很多时候是在既有的框架之上 去做事的 好 好 那么再来就是 底下就是讲到什么 讲到这个多型 所以你看多型来讲的话 对应到C++ 它的术语叫什么 它需要一个手段 叫做Virtual Function 那不过 这东西没什么很悬的东西 就是 其实就是这玩意 对不对 这个有Strucker 它有两个Function pointer Area跟Raw 对不对 那我们的重点是什么 我们的重点是在执行时期 把这两个Area也好 做也好 把它换掉 所以我就说 比方说这个Retango 有做 然后是Circle也有做 那我这个 一个指标 那我知道它是Retango的时候 我就呼叫到做的 那同理 我一个指标 我知道它的物件是Circle的时候 我就对应这个 这两个东西是 可以是不同时做 那好玩的地方是什么 我刚刚不是前面有定义的Super 对不对 所以在做的实作来讲 还是可以呼叫到什么 它的Best Class 的属性 或是用它 它里面的某某的方法 其实你有这个弹性在 所以注意到 我们今天用西语言 去实作物件导向 最重要的是什么 最重要的是 我们要掌握它的精神 方法 你不要被语法限制住 因为西语言 本质上不给你的语法 但是它给你这些弹性 好 那你可以看到这样的工具 其实蛮多的 你可以去找 就是像刚刚讲的 你可以去找什么 U&L Modeling 那有很多类似的文章 也是针对这种 embedded system的需求 好 然后接着呢 我们来在这个部分 我们会提 会来更详细的去探讨 怎么去实作 好 然后呢 注意到一件事就是说 这个 讲到目前为止 就是说我们这个指标片 物件导向程式开发片 是比较长的 所以我们把它拆成 前半段跟后半段 那我们刚才讲那么多的是 在前半段范围 那在之后呢 我们有一个后半段 后半段就是拿一个真正的案例 像Linux Kernel 或者GTK 或者说其他的那个 Cero 之类的这种 反正我们会拿一些 开放原始码的案例 因为现在有个棒的地方是 有很多开放原始码的 它很活跃的发展 有很多高手 天才 还有很多权者 投入这个开放 所以你看到这个软体呢 一直完善 这是在台湾很少见到嘛 我刚才提过 对 看到这东西就很难过 对不对 因为我们台湾很多工程师 做的不是Android的底层 是Android的一天到被他丢掉的部分 然后呢 就是说我们在台湾很多时候 做的东西是被他丢掉的 是很难成长的东西 但是也不要觉得太难过 因为你在GitHub上 你可以找到人生的光明面 对不对 然后有很多很优秀的程式码 有很多很很棒的一些技巧 很棒的一些思维 好 然后呢 但是在这之前呢 我们要对西语源的掌握度 要非常之高 否则你看这座程式码 很可能是四倍公半 所以这里来帮大家复习几个 几个概念 第一个叫做Designity Initial 这个东西乍看好像很神奇 这是C99的那个新的一个特征 但用起来很简单 注意到这个东西呢 它不是物件好像必需要的东西 但是它有这个 我们熟悉的手段之后呢 我们在写程式开发可以很轻松 好 这东西在做什么事情 忽略前面讲那么多的话 来看一下 这东西要干嘛 好 好 这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就是说这个 就是说呢 我有个struck 叫做s1 那它里面有几个member 有integer i 有float f 还有这个一个a 是两个连续的integer 叫a 好 那好玩究竟是什么呢 我们在初始化的时候呢 比方说你要把i设定成2的时候呢 你要什么 i跟一个等号 其实不应该念等号 应该要念assignment 那你需要呢 初始化的时候 你需要分别写嘛 对不对 就是f等于多少 i等于多少 这样子 好 但是很有趣的地方是 你在c99 从1999年以后的西元标准 可以让你做这件事 就是说 当我在初始化 在我在配置一个物件 注意到 以西元的数理来讲 这个东西 x要做叫做物件 就是说 当我在配置一个物件的时候 我可以顺便去初始化 初始化它的member data 所以以这个例子来讲的话 就是x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物件 它的物件本质上它是一个结构体 那个别的像f 所以 当我在做完这一步的时候 就是这个叙述都做完的时候 注意到我们叫叙述 就是在分套之前都叫叙述 在这个叙述做完的时候 这个x 结构体里面的资料 就有3.12 还有9 这几个数字 那它的语法很简单 就是先一个dat 然后再一个member name 所以它可能是一个 像这个f 当然 你这个member里面 它不是只有这个integerflow 还可以放什么 还可以放个function pointer OK 来看一下 function pointer的例子在哪里 像是 像是 这个 所以比方说像这个 所以我以这个例子来说的话 其实这一步 你可以把它搬出去 当我在建立这个物件的时候 我其实可以把它 我去给它 可以初始化 好 来看一个例子 看这个例子 看这个例子 好 比方说我一开始呢 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struck 它叫这个名字 先不管为什么叫那么奇怪的名字 好 重新它指一个名字 那你看 里面起来有什么 有create 有signal 有wait 对不对 它有一大堆什么 有finish 所以充断我有几个 注意到这里面放的东西 就是function pointer 然后注意到 我们今天把这个结构体 建立一个 建立一个什么 建立一个instance 它这个物件 它这个instance 叫什么 叫async 然后注意到 这个是 点h 然后点c 会发生什么 酷的事情 点c 稍微记一下 刚刚有个东西 不是叫async asy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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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物件的时候 你看 酷的地方 这几个都是这个结构体的member 去指派到一个什么 右边的数值 好 这右边的数值不单纯 还记得这 为什么说不单纯呢 显然这东西都是什么 这都是function pointer 所以你猜得出 后面这东西一定是什么 一定是个function 来看一下function 好 所以也就是function 所以你看 这件好玩的地方是 我刚刚有提到 这里有stative表示 我让这个东西不要什么 命名上的冲突 所以它的 你这边加stative之后 不管这名字叫create也好 叫c也好 叫什么x也好 反正 因为只会在这个档案出现 这个function只会在这个档案里面可以看懂 然后 所以从这到尾 上面东西都可以把它宣告成stative 也就是说只有这个档案看得到 然后 你对外接的东西就是async 那用的时候怎么用呢 超酷的 来给大家形容一下 这东西好美啊 好 那刚刚的东西是async 那我们在用的时候呢 用的时候怎么用呢 用的时候呢 就直接用async 好 叫做这个 async.run 所以你看 这东西很好玩 async是一个什么 一个instance 它是一个什么的instance呢 它是一个结构体的instance 对吧 好 然后因为呢 我们刚刚在建立的时候呢 已经透过 designate initializer 所以这个run呢 它显然是指向到 它里面的值就是一个 它是run 本身是一个function pointer 那它指向哪里 它指向一个合法的一个function code 而且在async 建立的初期 它就会指向 就是指向到一个function 所以当我这样用的时候呢 它顾及到两个好处 一个是什么 namespace 对不对 所以run 虽然是一个很常见的名字 所以有可能跟其他方形冲突 但是 因为它包覆在什么 sync之类 所以你就 其实你无形容创造一个什么 创造一个namespace 再对应到c++ 它需要什么 它需要两个冒号 对不对 但是在c++ 就这样用 所以你会发现说 它其实让你写程式来讲 抽象很多 所以你看 我再create 所以我再互交一个create 所以今天就把它放在一个 async专用的一个pointer 所以底线平 你采写出了一个什么 它专用的pointer 所以这边它就显然是一个什么 这一定是一个指标形态 但是你不用管它 为什么 你只要知道async之后 拿后面是在用的时候 把它带进去就好 所以你看 这件事很好玩的地方是什么 你从何到尾没有 不知道它的内部实作 对不对 我刚才可以看的是它的界面 但是你光是从这个应用来讲 你可以知道 我一开始建立一个什么 一个物件 然后我干嘛 我去在这个时间 我去执行这个物件 而且你又从这个名字猜出来 它这涉及到什么 这是每隔一段时间做某些事 是不是每隔一段时间做某件事 的确 它就说每隔一段时间去问时间 然后开始做某某动作 的确也是做这个事情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讲物件 导量程式开发思维的哪里 不是语法 而是你做事的方式 那当然你有兴趣可以自己慢慢看吧 比方说这个sync的内部实作 当然你可能要对linux的那些 系统部教可能要熟悉一点才知道 它在写什么 这个 这里面要做事情还蛮多的 底下我们会有一个例子提到说 我们在《你所不知道》西元里面有一个专门的讲座 专门来探讨这个 这个 framework 所以特别要注意的地方是什么 就是说我们 刚才讲的这个东西是一个 server framework 它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伺服器开发的框架 它是完全用系的开发 但是它在这次上可以去开发一个Telnet的一个server 也就是说你有机会在上面刻出一个 类似PTT BTS的一个框架 你也可以开发一个Wave HTB的Web server 或是一个Web socket 这种东西 但是很酷的地方是什么 你只要很清楚的去看懂它的界面 很快的去可以去掌握 就是看懂这个界面 注意到这个 你会觉得 为什么这注解写那么奇怪 我们刚刚不是有讲到这个DASGEN 那你可以又透过DASGEN去产生一个文件 所以它会产生一个文件 而不然说那些物件的一些相依的相依图 就可以在画面中可以呈现 所以注意到 其实你在开发程式码的时候 在21世纪注意到 我们应该善用这些工具 不要突发链钢 当然也不要说框架很多 然后你就不去探讨这些框架内部的实作 不要 应该是同时都在做 就是我们用去体会这些框架的好处 但是同时呢 我也去探索内部的实作 甚至去改善这些框架 因为你在改善框架的过程中 是学习最多的时候 好 然后再继续来探讨 所以就是说 我们刚刚提到那个 提到什么呢 就是 提到就是说 DatingNet Initializer 它可以在 它本质上跟物件导向程式开发是没有关联的 但是你可以善用这个语法 可以让整个 赚起会轻松很多 那接着我们再讲 这个前置处理器呢 这个有录影 那你有兴趣可以慢慢看 那我帮你画几个重点 那注意到呢 这个 这个是我这边 第一个重点在这里 迈向专业程式开发 必备的技能 就是说 你要驾驭西语人 其实呢 有很简单的判断方式 就是看它的Maker 如果说你是一个科技公司的主管 或者说你需要 快速去鉴定一个人的程式开发技巧 注意到技巧 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当场叫它写一个Maker 比方说呢 像我以前面试的时候很喜欢出一个 出一个例子是什么 就是去写一个Maker 去判断 一年里面 去判断 那一年有没有 那一年是不是论年 好 这个 这个 这个东西可以 可以 考两件事 判断论年本身是个演算法 大家知道四年每次论年 但是 有一些例外 比方说这个 不知道我在讲什么 论年的判断 论年的判断 好 那论年的判断是这样 就是它因为我们用的东西叫什么 格里利 那就是 除以四 没办法被四整除是平年 那如果是除以四呢 可以整除 但是除以一百不可整除 叫论年 好 所以注意这样 考这题呢 很棒的地方是什么 它其实是考你 知不知道论你的定义 好 然后呢 再来什么呢 那我们刚才要求的东西 不只是考考你一个程式 注意 我们刚才考的是 用个macro 所以这个macro呢 很可能是这样 很可能是一个像这样东西 就是它可能是一个什么 Lip Year Lip Year 然后它输入可能东西 这个year 那我们把刚才那个逻辑 把它写在这里面 就是说 能不能被四整除啦 是还是不是 那很酷的地方是什么 如果呢 它是一个有经验的开发者 它会考虑到很多议题 比方说呢 帮人 要不要加额外的括号 提示一下 要加额外的括号 否则如果带一些奇怪的食物进去 会出事了 所以就是说 像这件事来讲的话呢 对于一个有经验的开发者 他可以 他可能显成是没有显得那么快 但是他可以把这些东西列举出来 就是说 第一个呢 他先跟你确认 你所谓的论言 是不是这个 依据隔离力 那更有经验的开发者 还会说 你是哪一个国家的 你看这个 你看这个 非常有经验的开发者 会问你这个问题 为什么 因为你要知道 这个世界上有个神奇的国家 叫什么 叫俄罗斯 俄罗斯这个国家实在太神奇了 俄罗斯的利 不是格里利 俄罗斯 利法 俄罗斯的利法是什么 就是 这个什么 就是 它有不同的利法 所以就是说 注意到呢 所以其实他跟他的国家 有很大关联 所以 包含说 作为一个专业的开发者 其实他要把这个议题 想清楚 他不仅仅要写 现在要把这个想清楚 因为想这些事可能没那么难 对不对 所以我要搞懂说什么 这个世界上不是只有一种利法 其实有很多种利法的 所以第一个就是说 先搞懂 还是哪一种利法 现在整个使用到东正教的地区 用什么利法 然后这个 在比较西式的用什么利法 台湾比较随便的 台湾就是 台湾 不过台湾也不是那么随便的 台湾也是要看说 它是民国多少年 那这个什么 这个民国多少年 跟那个西元多少年 类似这种 然后 所以就说 然后再来是什么呢 还考虑到像刚刚那个 输入它可能不是一个数值 所以刚才说 我们虽然讲说 我们刚才讲说 虽然说 它的输入是一个什么 比方说 它的是 这样子写 比方说 is deep year 好 那如果你这样子的话 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什么 X有可能是什么 X可能是2012 对不对 但是X有没有可能 会有个白痴带进去 有没有带这个 这件事很尴尬 就是比方说 注意到 这东西是合法的 真的要带这个东西是合法的 因为这东西等于65 对不对 但是在这来讲的话 依据我们需求 这个就不是我们所期待的样子 所以 一个 专业的这个 程式开发者 应该要把这种立体 把它考进去 哪些东西是要该考虑的 哪些东西是可以不考虑的 但是未来 就是现在不用考虑 现在可以不做 但是未来要考虑 做一个未来的持续改进空间 所以 为什么我们要去看linus kernel 为什么要去看一些 有规模的程式 有规模的程式码 像是什么 Gnome KDE 或是GDP 这种东西 有规模的程式码 因为 这些开发者 他们花很大心思 去干嘛 去做取舍 他们的 在有限的开发资源 他做到这件事 接着 用更多开发者 投入之后 我们可以解掉更多bug 做更多功能 所以他有下一步 那我们台湾很多开发者 很可惜的地方 是一开始都很厉害 想想看 你为什么可以考虑大学 对 你之所以可以考虑大学 就是因为 国因素物理化学 还有外加什么生物 外加那个什么 地理历史 都学得很好 你在短短三年 可以把这个学得非常好 然后 但是在大学四年 学得反而比大学三年 高中三年学得很少 神奇吧 对 所以就是你我之所以可以考虑大学 就是因为我们在掌握一个很重要技能 就是三年内快速学会 快速忘记 对不对 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情 对不对 就是你一辈子脑袋 最灵活的时候 可能就高中 一口气学这么多东西 还可以快速地去做答 但是我们往往都没有后来 比方说你在高中的时候 就学过那些古文观词 但是你在之后 可能人生漫长 人生就不会再学到古文观词 在下一次学到古文观词的时候 就帮二子写报告 现在同理就是数学 你在高中的时候会学到数学 双曲线 对吧 但是你下次看到双曲线的时候 很可能就帮 一样帮二子女儿写作业的时候 可以看到双曲线 对不对 根本就不会再用到 所以你一辈子数学 在数学或是学型认最强的地方 很可能就高中了 好 所以这里呢 我们在想讲那边是什么 我们的城市开发 其实要着重很多 从技巧思维 它都是缺一不可 你光有思维 光有演算法 没有一个技巧 你很难去有效去阐述出来 好 那这边帮大家画重点是这样 第一个呢 你要去记一下 在西元的preposition 前置处理器里面 有两个东西很神奇 就是一个锦号 跟两个锦号 注意到这两个东西就是不同的东西 没有三个锦号 只有一个锦号的 还有两个锦号 一个锦号呢 叫做什么呢 就是把它自串化 因为这个英文很长 我就敢念 第一个就让人家自串化 所以来看一下一个锦号的东西 一个锦号的是什么呢 来看一下这个 所以比方说呢 我今天有个东西叫exp xp 那我呢 就会把exp 变成一个自串 你说 奇怪 那为什么不在前面加一号 因为在前面加一号 就变成一个自串 死掉的自串 我们要是活的自串 所以这个东西意味着什么呢 比方说呢 你去带入 你把这个东西 exp 换成什么 x等0的时候呢 所以这个东西最后就会变成这个 注意到有引号 就会变成这个 好 所以你大概猜得出来 在这个习语言来讲的话 有个东西很好玩 叫assert assert 后面带一个表达式 你猜得出来 它的实作大概就像这样 它是个表达式 然后透过什么 透过一个 变成自串化的一个什么 前置处理器 所以叫assert 那些条件 在执行时期 就是把 在编译时期 就会把它转 把那个条件转 转成一个自串 所以呢 当我这个 这个条件发生的时候呢 我就会把这个东西印出外 好 所以注意到 第一个东西叫什么 就是要自串化 先别急 你说这个东西跟自串 这个自串处理 跟这个物件导向什么观点 先别急 等一下再解释 然后再继续看另外一个 这东西是把它做连接 来看一下 这个连接怎么做 好 比方说呢 你有一个什么东西呢 比方说像这个 就是说你一个结构 叫command 那command 有这个 有两个成员 一个叫name 一个叫function 那function是一个什么 function pointer 然后呢 你在这个指定的时候呢 注意到这个command 那它对应的这个object 叫什么 command 那command 有这个quit quit command help command 好 你有没有发现 有点讨厌 前面会有quit 后面有quit 前面有help 后面有help 那这时候有个尴尬的地方 你要考虑到一件事 我们刚刚花那么多时间讲思维 那么花那么多时间讲维护 这时候来想好 如果呢 你今天是一个 如果这套系统呢 是会交接给另外一个新手 那新手呢 最容易做的事情 叫做消归潮水 消归潮水的时候 有个问题是什么 就是它复制的时候 把它复制起来 然后贴上 所以它新增一个指定叫什么 新增一个指定叫 edict e x i t 结果呢 前面新增的e x i t 后面还是显示help 为什么 因为它复制贴上 所以它只被改了 那后面忘了改 这时候就有个悲剧了 当你输入help也好 输入exit也好 都会印出help 然后呢 因为exit一般来说很少测试嘛 所以平常的时候可能都测试不到 所以那个新手呢 就以为他自己也加了exit写好了 就因为他后面忘了改 所以我们要怎么避免这个新手呢 忘记改 因为他要写两次嘛 所以你不太可能说 你不太可能 你当然可以选择一件事 后面加个注写 你要记得改两次哦 否则你会很吃亏哦 你会debug到死啊 你会加班到死啊 这公司加班没有加班费啊 对不对 你在注写可以写那么苦的事情 但不显然被老板发现的不太好 对不对 而且这个写的注写也不会有 看的啦 好 所以我们要怎么避免这状况 好 这时候要善用是吧 注意到啊 这东西是标准的西元都有的东西哦 好 第一个呢 回想一下 加一个锦号叫什么 加一个锦号变字串 好 所以加一个锦号变字串 所以 你打 你一个 你这样写的时候呢 加一个锦号变字串 所以会变成一个 有引号的什么 锦号变字串 好 然后呢 接着是 name 念在这里 所以它就是锦号变字串 神奇事发生了 两个锦号 两个锦号前面不管有空白还是没空白都没关系 反正最后呢 这个什么 最后都会连接起来 所以注意到 这连接的时候是不管有没有空白的 反正最后东西都会连在一起 所以这个锦号变字串 先把这个技巧学起来 好 然后我们来看这个例子 终于来看这个例子 这个程式是什么呢 看一下这个程式 这个程式是我们之前为了 为了这个 为了做一个作业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作业 好 这个作业是这样 就是 就是说呢 有没有看到这个很美妙的东西 对不对 好像很漂亮 这个一颗球 两颗球 三颗球 有三颗球 然后有什么 有这个画面 而且你看这后面有没有 隐约看到它有什么 有反射对不对 这个绿色东西 然后这边有反射 隐约的绿色 然后红色底 然后这个有影子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东西很美 对不对 然后神奇的地方是什么呢 神奇的地方是 这段程式码 就是整段程式码 它其实 还不到700行 给你欣赏一下 不然注解 不然空白 498行 太神奇了 对不对 为什么只用了498行 就把什么 就把这个东西画出来 这个东西很神奇 这个给大家提示一下 这个东西叫ray tracing 所以它是一个在电脑图学 一个很常见的一个 Rendering argument 就是说 简单说 你去描述我的物件 描述什么物件 比方说这个圆球 它是透明的 还是不透明的 接着干嘛 我们去追踪 从眼睛发出的光线 所以你可以从一件事 这光很肯定是从上面打下去的 为什么很肯定从上面打下去 才会有影子 因为光从上面打底下会有影子 那同理呢 这个球体本身它是半透明的 而且它光是从上面打的 为什么 因为你从上面看到 这红色透出来 这个红色从哪里 从这边上面透上来 从你这个蓝色从哪里透上来 这个光就透出来了 这个白色从这边透过来 那总之呢 在这个层次来讲的话 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技巧 这个技巧就是 我们这边有很重要的技巧 就是我们不管描述一颗球 一个平面 一个底图 或者是一个场景 我们会用物件去描述 所以我们在宣告的时候 宣告一个光能物件 宣告一个三维的物体 或者是一个曲度 一个弧面的东西 那这些都是物件 好 那有了这些物件之后呢 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光线追踪 这个ray tracing 对不对 就是从这个追踪眼睛看到的 注意到这个东西跟物理上是抵触的 物理上的东西绝对不是从眼睛发光 这个前来不是 是光透进到眼睛 所以ray tracing跟物理是抵触的 ray tracing是从眼睛的光 然后看走到哪里去 但是实际上是 实际上真实实验是 比方说这里有个物体 对不对 那这个东西为什么比较暗 因为黑色会吸收比较多的光 那某些东西为什么比较亮 像我的手为什么比较亮 因为它吸收的光比较少 所以反射到你的眼睛来讲 这边反射的东西少 所以你会觉得它黑了 那这个手反射的光比较多 所以你会觉得它是亮的 好 不管怎样呢 我们在描述本身 我们想要来什么 这个物件 然后这些设讨玩 我们刚才讲过 物件 会有资料 会有动作 它会有这个联动 所以我们要怎么去描述这个联动的状况 有趣吧 描述这个联动状况 然后我们这边来讲的话 你看到 我这边就有个结构题 结构题 然后还有对应的什么 对应的这个 pain跟delit的操作 可是问题是 如果光的版本要写一次的时候 看到 上面这个 注意到上面这么多层次码 对应的东西是像这样 比如说我declare light的时候 它会产生程式码 这样 就这样 这东西带进去的是light 对 light node 然后这 等下大家知道 append light 然后除了这个以外 就是 除了这个以外 我们也会有 一个 一个什么呢 就是你看 我们这时候就善用 善用这个 善用这个 结合的方式 所以你看到 注意到这个东西呢 我们也称为叫做code generator 注意到 这个 这个技巧称为叫code generator 就是说我们透过这个macro 那产生出底下这些程式码 那这个程式码呢 它 某个角度是抽象什么 光的描述 就是说我们在宣 我们在这边都还是宣告 还没有到definition的部分 但是呢 我 有啦 这边有definition 在这里 这个显然是个definition 那不是宣告 但是呢 我一写的时候呢 就产生这些程式嘛 所以让我们的开发呢 可以很专注在light 在这个曲面上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刚才那个光线追踪的程式 可以写的这么小 就是为什么呢 你可以专注在这物件本身 所以再讲一次 我们物件导向的 这种关键是什么 思维 思维面 所以呢 在这个过程中呢 我们一开始呢 如果有人去写好这样东西 但所谓的有人可能是过去的你 反正不管就是说 把这苦光都做完之后呢 在实际的使用上呢 就简单很多 比方说呢 我们就看一下 我在用的时候怎么用呢 哦对 因为它写在底下 所以正下巴 所以就是说 我们先用这样的一个code generator 它是一个maple 但是在这个写程式技巧来讲 我们叫做程式码程式器 那所以呢 我们原本要宣告一大堆 定义一大堆东西呢 我就这样写 然后你看 这东西放在哪里 放在header file 所以为什么我们的 程式码可以这么精简呢 当然这一个小技巧啦 我们把刚刚那些东西 把它写在header file里面 程式码就变少 当然说 这叫偷吃步 对 没错 这叫偷吃步 那换个角度想 其实这设计叫另外一个技巧 就是说 我的光线追踪 我从最强调的地方是演算法就好 然后至于说 实际上有多少物件 你只要修改什么 修改刚刚这个object.h 对 就是说 这个object.h 你可以 后面要维护的时候 很简单 就是去加入其他的 第二组光源 第三组 或者其他的物件描述 然后呢 那我们定义完物件的样貌之后 总是要实做 所以比方说像哪里可以看到 我刚刚想点到的东西 可以看一下 比如说有一个model 比方说你可以看到 这个光源1 光源2 光源3 它都是属于一种光 对不对 但是我就光源1跟2 所以你看我刚才 我去宣告了一个形态叫light 所以在这边来讲话 我就可以干嘛 去指定说光源哪种颜色 RGB三种颜色 那它的什么 它的这个 在哪里 它的强度是多少 同理 我有一个曲面 那我曲面的话 中心体在哪里 它的半径是多少 然后什么 它这个要填入什么颜色的 然后再次它的那个 像那个球 我们那个什么 透明度 还有这一个反射系组 怎样 所以我就可以很简单去描述这个东西出来 所以注意到呢 这东西我写完之后呢 在干嘛 在include到你的这个什么 点include到 你看include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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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看一下 已经有两年没有改 其实三年了 就是三年前写的东西了 所以这个 我要复习一下 所以就比方说 我在一开始去include这个 include这个model 然后很酷的地方是什么 就是 我就 include到usemodel 所以对这个 对这个你的程式码来讲话 你看这个很重要的小技巧 就是 我冲出来就干嘛 我就是去include这些header 我还不用管这个东西在哪里 所以为什么 又make fun 产生的 所以你看 这就是一个物件导向的思维 它让你更关注在什么 更关注在这个 物件本身的描述 那物件的互动 还有你的演算的层面 好 然后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在这个前置处理 前置处理里面跟物件导向有关的部分 那么继续看下一个部分 这个指标篇 那指标篇是一个很长的部分 它有分上下级 所以就是 当然我们这个 你所不知道的物件导向 成设计篇也是分上下级 现在讲的是上 那接下来会讲下的部分 然后我直接帮你画重点 就是 第一个就是在物件 那在西元来讲的话 物件是一个 西元规格书里面 物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词汇 所以 处处可看得到物件 所以 其实在西元的定义是什么 物件就是一个 在执行 注意点 执行时期 资料储存的区域叫做物件 好 那所以 我们讲的这个 执行区域很重要 比方说 很多人认为说 左边这个 int7 跟右边的float 7.0 是一样的东西 因为你可以 你做运算的时候 或者说你在很多时候 在 操作的时候 看起来没有什么差别 错错错错错 错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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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错 在很多硬體架構,剛好integer的寬度跟flow的寬度剛好是一樣,都是4個byte 所以你很多時候好像有轉型也好,沒轉型也好,乍看好像沒什麼問題 因為吸引編輯幫你做比較多的事情 幫你做一個隱私的,就是叫implicit的conversion 幫你做casting,但是實際上這兩個是完全不同的東西 所以注意到一件事是什麼呢? 我們今天講這個物件,其實講這個資料儲存區域 所以其實在論定來講的話,左邊integer7跟右邊這兩個都是物件 但這兩個物件它的本質上是不同的東西 然後我們定義這個物件之後,還有一個什麼? 有一個東西叫storageDuration 這在講什麼事情呢? 它事實上是有個生命週期的 注意到這個是有個lifetime 所以事實上在生命週期內 它就會有一個常數的記憶體位置 所以像我們剛才還記得那個 男人都要記得的東西,對不對? 兩條線 兩個星星的 所以就是說我們之所以需要兩個星星呢? 需要指標的指標是為什麼? 因為 如果你只用指標的話呢 它會也會有一個什麼? sell本身也會有一個生命週期 因為我們想要改的是更上層次的東西 所以注意到就是說我們為什麼要讓你去複習這個指標篇呢? 因為其實不要忘記這個什麼? 這個物件的lifetime 好,接著在CM規格數裡面的這個6.2.5 那給大家一個提示一下 就是說雖然我們這邊講到1799 但是對應到C1的話呢 第六章 沒有太大的改變 第六章就是修正一些 語言表達的議題而已 但是其他沒有什麼大改 所以你看C99跟C1還好 這方面不會差太多 好 然後這個不管傳遞東西是一個function pointer 傳遞的是一個指標 反正中途到尾製就傳一個g 傳一個數值的部分 好 然後再來是在這個同樣是6.2.5 講這個types 它其實講的一件事很酷 所以array也好 function也好 quinter也好 它是什麼? 它在C有的來講 認知上呢 它是一個這個deliver decorator的type 所以這些東西很有趣 就是說其實這三個東西呢 function 不是 這個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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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uinter array 其實是這樣 這三個東西呢 看起來是完全不相關的東西 但是在西元來講 它在分類上是一致的 好 除了這以外的話呢 西元來講的話 有一個東西很酷 叫做什麼呢 叫做incomplete time incomplete time 所以我們為什麼可以做出這個前置宣告的技巧呢 就是因為西元 其實是允許 incomplete time 好 所以意味著什麼呢 意味著說我可以在完全沒有定義裡面內容的前提下 我可以先宣告一個東西叫graphic object 然後接著我可以用什麼 我可以去表示像這個 我的return type 注意到return type不是 不是graphic object 而是指向graphic object的一個指標 所以你看到我的指標指向一個incomplete type 合法 但是如果說我直接去用 比方說我就要用這個incomplete type 去建立一個物件 對不起 不可防 所以這個很有趣 這個 這樣的限制呢 反而可以讓我們做物件導向 你看這句話講起來怪怪的 你想一下 你看我們為什麼有一個東西叫graphic object 因為我不需要讓人家看懂 graphic object怎麼做 因為這個graphic object可能是一個更新在這個LCD上 但是也可能更新在LED上 當然也可能更新在什麼 投影機 對不對 透過什麼 透過投影機 透過這個光 或是其他的媒介 去輸出 但是我完全不想讓人家知道裡面的細節 這裡面可能有些商業機密 或者說 反正有些東西我就不想跟你看 比方說手機這東西怎麼顯示 我不管你 反正你知道從一到來就知道說 我跟你講這解析度是多少乘多少 是幾比幾 什麼6比9 16比9 或者3比3比2 反正3比4 我不管這個什麼比例 我衝到跟你講這件事 我跟你講說怎麼顯示 至於它裡面用什麼很厲害的 什麼LED也好的 OMLED 反正不管用什麼神奇數 我不用揭露出來 但是有趣的地方在哪裡呢 你還是可以去操作 你用這個指標 只向這個IncomeType OK 所以比方說 我初始化可以傳回一個指標 這是OK的 但是呢 你硬要去建立一個物件 對不起 不合法 所以這限制了什麼 這限制了使用者直接去存取 這個Object 你一定要透過這個 Inite Graphics 這個方法 才能夠建立一個物件 你不能隨便讓你建立一個物件 所以你看這很大比限制了什麼 限制了不正確的記憶體存取 對不對 因為有可能這樣 有可能人們就是建立一個物件 然後裡面對它亂搞對不對 比方說去把它第一個Byte 把它填為1 這是一個很大風險的事情 但是這件事對不起 我讓你做不到對不對 因為你只能操作指向Graphics Object的指標 指向這個IncomeType的指標 但是我不讓你知道它的實作細節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議題 所以請你去複習一下 複習一下這個指標篇 那裡面有這個錄影 是上下級的部分 那這個東西看懂之後 接下來我們就要去看這個實際的例子 然後這個因為時間關係 我們到目前為止講的是上半段 所以接下來我們在之後會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下半段 就會講這個實際的案例 從我們一開始會提到這個OLTK 我們自己開發了一個Graphics Toolkit 所以就是一個繪圖引擎 對你要講繪圖引擎 就是它一個繪圖的函視庫 那這個繪圖的函視庫本身 它可以支援說Linus的桌面系統 也可以支援這種遷入式系統 就是當你沒有安裝Android的時候 它是遷入式系統 安裝了Android之後 它就變成Smartphone的 總之就是它可以在 這個東西可以在Linus的桌面系統可以運作 也可以在一個硬體裝置上可以運作 我們稱為叫OLTK 這個東西是2007年 距近十多年的一個框架 然後除了這以外的話 就是我們去探討這個Design Pattern 就是我們就在下集的時候會來跟大家探討這個思維 就是我們剛才講的是一個暖身 接著我們從一些比較哲學的地方去看 還要不然說不同的這個像Ubsolver Pattern 或者這種 所以接著我們就會有這種比較多元的 什麼 比如說我們就有購物的網站 所以你看到我們後面就是一個實際的案例 所以這種就比較複雜一點 然後還會有一些不同的策略 不同的方法 但是它後面講的東西都是合法的系列程式 只是說我們把這個 對應到一個實際的場景 比方說你要怎麼設計一個購物網站 你要怎麼去處理那個飛機訂票 或者說 包含說的驅動程式 因為你知道像一支手機來講 它裡面有很多驅動程式 比方說這裡面有什麼 這個Timelon 比方說這上面會有燈 會有LED燈 再次它會有這個 底下會有聲音 對不對 這個聲音 然後它會有這個需要通訊的部分 所以事實上Linux Kernel 或是像這樣一個手機的裝置 它其實有非常多的這個裝置驅動程式 但是如果你沒有一個一致的一個界面 你很難去擴充 那有本書超棒的 Beautiful Code 就是去探討說 你要怎麼去寫出很美的程式 底下就會去 所以我們在下集的話 就講個這個實際案例 所以在你看下集之前 在你繼續參與這個 講座之前 請你把剛才講的東西把它複習一下 就是說 尤其是這樣的一個小程式 怎麼去運作 因為接下來我們講 這個規模會比較大一點 好 好 那我們這個上集就探討到這裡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是下集會來做這個案例的宣導 好 謝謝大家 好 謝謝大家 好 謝謝大家